欢迎大家来到斯托邦的第20榜谈 我想在这里有很多同学校友 在外面有很多朋友买了工之后 匆匆在7年里来的参与金出口 很欢迎大家来到中大谈参与我们的第20榜谈 我们将来主讲的嘉宾就是郑忠义教授 我们先请掌声 我相信今天很多朋友都是郑先生的学生 或者曾经收读过郑先生的课 我们看了他的作品务名而来 我先讲我和郑忠义先生的交往的经历 因为我都认识了这么多年 其实我们都很少机会请他来做这个分享 我不知道阿忠义记不记得 就是其实我最初认识他 是1995年我读大学四年班的时候 当时我们一起收读 我以为我收读郑忠义先生的一门课 叫做文化哲学 郑先生的博士论文的导师 也是郑忠义教授 所以当时阿忠义教授 当时阿忠义教授 跟我们这本科生一起 一起上郑忠义先生的行 当时是在联合书院的 郑忠义教授的地下 在联合书院的地下 在联合书院的地下 上完课之后 当时我记得我和阿忠义 会陪郑忠义先生 那时候陪他一起去联合书院的餐厅 喝杯东西或聊聊天 那时候应该是黄昏的时候 我记得每次都是黄昏的时候 出现郑忠义教授 我记得我和他陪郑忠义先生 在郑忠义中间迫着手 去UC餐厅 喝杯东西或聊聊聊天 其实我最初认识 宗义卿的时候 其实在那个时候 就是我自己读书的年代 那晚晚其实冲冲 已经二十多年过去 博忠义先生也在几年前 就来我们园院去 所以今天 我其实很期待郑忠义教授 能够和我们分享 和我们介绍 毛忠义先生的思想 因为郑忠义教授 其实是在囚的朋友 应该知道他不单 在中大是广受中学学史 非常之受欢迎 亦都是相当重要的 帮助来新闻家的研究学者 所以今晚我们很永远 趁到他来到我们的中间 我多说一两句 为何我们要做这个 在这个时候 要讲博忠义生 其实我们记得上一堂 上一次九月份的时候 我们讲了讨讨义生 讨讨义生的思想 奉取智系的老师 何耀清教授 大家也都知道 因为他做影时先生 其实在8月1日过生 为何我们在影时先生过生 讲完议成先生 下一个时候 我们会讲博忠义生 其实是因为 博忠义生 已经是当内 新移家的一个伐妖 大家都知道 他和唐坤明先生 认为是新移家的伐妖 而他两位都是在中大学学学校 我相信 中国当中大学学学校 最重要的一个 在过去的学学学学院 最重要的语典目 我相信也认为是 新移家 就是我现在 50年就开始 一直被台的 港台二学学学科 发展 做了很大的影响 现实讨义生 可能是唐申义生 是有很多对话 有很多辩民 所以我们讲完 以英時先生後 我都很順利成章 應該討論莫先生 下個月我們會轉去討論胡適先生 我覺得很有趣 以英時 莫中山 胡適 這三位其實都在 我相信在當代中國學術史中 很重要的三位人類 我相信大家都坐在這裏 應該都意識到這一兩年 香港遭遇大便 中文大學都遭遇大便 所以其實我們是 活在一個充滿不可定性的時候 或者香港很嘗試在那裏 可能現在沒有在這個時刻 大家感受到這麼迷惘 這麼不可定 或者這麼無力 所以很多人都 我相信大家都會自己問自己 都會問香港怎麼走下去 或者中文大學怎麼走下去 我想這其實是 很多朋友都會問的問題 這個問題已經不太抽象的問題 而是很貼心 關乎我們自己的家園 關乎自己的未來的未來很長的事情 如何在香港的生活 或者自己要做什麼 我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 但我覺得在這麼不確定的時代 我覺得在一間大海裏面 如果我們繼續堅持一些嚴肅認真 自由開放的思想討論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我覺得這個 在一個這樣的時代 可以給予我們一些機會 所以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 我們都還希望繼續 只要有可能 都繼續希望在這個講堂裡面 繼續去做一些 像我所講的嚴肅認真 自由開放的思想討論 我覺得是可以給予我們一些方向 或者可以給予我們一些力量 這也是我想避免少少的 逐先逐少少的分享 為什麼也不其實想去用這個機會 都多謝各位的支持 因為其實斯托邦去到今天五五 做了四年 我們斯托邦一個月一場 除了疫情之外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很低調 因為沒有好像其他人 做很高調的宣傳 但很奇怪 斯托邦由第一場開始 到現在幾乎每次都是同層 所以我都很感激各位朋友 或各位同學 對這個思想討論的支持 他們有這個機會 我今天討論的程序很簡單 就是簡陣任中央教授會先做一個報告 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 我相信大家會不捨得去講完 因為人生的演講是很精彩的 講完之後我們應該有充足的時間 最少有半小時的時間 大家可以自由考慮 一遙往都是這樣的分別 到時候大家都可以唱所有的 我們今天討論的題目 叫做專例成謀宗生 生活的學問 我沒有記錯 應該在鄭先生想的題目 應該是來自謀宗生的這本小書 這本小書叫做生活的學問 然後其中有天文章叫做專例成 做小小的背景交代 我剩下的時間 今時間交給鄭先生演講 謝謝 謝謝大家 首先感謝周寶松的邀請 如果有機會今晚在斯特邦 和大家做一個關於茂中山先生的思想介紹 老實說,我剛才來的時候請問周寶松 雖然我知道在十中堯當校長的時候 成為他的眼科的中心 也知道周寶松一直幫這個中心組織很多的活動、演講等等 但其實不是很具體的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收到關於斯特邦的演講的宣傳 換句話說,這個宣傳是沒有向大學外部所有的教職員發這個講話 我當時想可能他的目標是學生或者一些校外的公眾人士 後來周寶松說不是,是因為他們比較低調 用等級的方式去做這個宣傳 無論如何都好,我因為接了這個邀請 也想去了解一下 就發現今天這個講已經是斯特邦的第21講了 我亦都去看過之前的一些部分 我覺得有興趣的一個講題 亦都是莫敬良到人 是一個非常好的思想的一個碰撞 以及一個刺激 我本來是很想聽上一次的演講 因為周寶松寫一年由來說我聽的時候 他安排了就是 就是9月講移英時,10月過學中山,11月過戶式 我反正都沒有時間看過 我反正看不到任何的廣告宣傳 那個9月的移英時是何時說的 然後到他通知我,10月到我講的時候 你不是已經講完了嗎? 這個學校教授已經講完了嗎? 我知道他會有錄影的 但我上去看他的錄影又不是準備好 所以我一直看不到怎麼講移英時 我今天會幫周寶松 因為在我演講裏面會提到這件事 亦都會提到這個胡適 希望他這個三位印象,將他處理起來 剛才周寶松說 他和我認識,他認識我的時候是1995年 部長也是1995年的春瑞 當時是我博士的最後一個學期 我亦都記得我和他一起陪劉沙先生老師 去聯合的廣堂聊天,喝茶等等 我要說一句他不知道 就是這個劉沙先生老師 就不知道在那一次,不止一次 在我面前的稱讚這個周寶松 是火條之裁 當然是大學四年級的學生 但老師的評語我還記得 非常聰明,適合讀哲學 並且是積極參與新亞學生會的 同時所謂寶社的中堅範資 非常慷重 事實上很從後來進入學界 他的學術 以至於他作為一個 我們本來叫做 雖然這個概念是一些問題 但我暫時說 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 基本上是相當稱職 也都證明當時 羅尊師老師的位眼 事實上是沒有看過人 今天我要講的內容 是關於某中三的介紹 這個題目叫做 《專理性的某中三生命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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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有不同的 深切 有些人可能比較深 認識得比較多 有些人認識得比較少 事實上 用一個演講 來介紹某中三 是需要作為一個選擇性的方法 如果要講某中三的生平 學術思想 我想講一年 兩個學期 我都講完 你可以講到 就可以開足四年 四個學 不是逐個學問 但是我們今天只有一講 所以我少於選擇性 為了能夠讓大家吸收 或者理解得更多 最好就是聽大家的理解 或者大家的問題 然後通過一個對話的方式 來呼應大家 這樣可能會更好 但是我希望 我盡量在七年半之前 會結束我的演講 但是我的演講 通常都是超時的 超時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雞腰不軟 死不軟 而是每一次 我接到一個演講的邀請 準備一個講題的時候 我總是想得比較多 我以後想得比較多 所以我演講內容的訊息量 是非常大 我總是希望能夠講完 我心目中構想的那個演講的內容 所以我會過時 我今天注意一下 盡量在這款之前的問題可以結束 我的整個內容 改變成五部分 第一部分 就是對某中三的生平和學師的發展 當然不可能詳細介紹 那些材料 就是為大家有興趣 可以看一些書 然後你就可以更了解 更詳細地了解 何中三先生的生平和學術師的發展 那些材料 並且簡單說明 我今天介紹何中三先生的角度 我從她的角度來瞭解她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想大家更深動地去瞭解 這個何中三先生 所以就有人批評何中三先生 所以研究的專長是儒學 是宋紅美學 實際上她是偽進人物 但偽進人物 偽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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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所謂的事外課題 所以就說她很喜歡罵人 很喜歡批評人物 所以她基本上是一個很窮的狂人 所以我也想事實上 這是何中三先生的真正情 所以她的第二部分 是會用一些示例 去讓我們更深重地了解 何中三先生的一個窮者的空前 第三個部分 就是這個題目的內容 沒錯 我構思這個題目的時候 要找一個選擇性的角度 當時很重的建議就是 因為聽說的人 不一定是一個專業的學習哲學 亦一定是遠度過謀中山的一些文字 所以我儘量避免用一個很哲學性的方式 進入一些大家不聽了之後 會有很憑惑的概念 所以我要選擇 選擇的時候 我們要用了兩個概念 一個叫生命的學問 一個叫主願理性 兩個概念都出自謀中山 那本小的一個書 就是生命的學問 那本書裡面有兩篇文章 一篇叫關於生命的學問 另一篇叫專理性 基本上我就是用這兩個概念 來介紹謀中山的思想 我照謀中山的理解 是有主觀面 有下觀面的 當然主觀面就是過人的層面 下觀面就是社會政治的層面 我也會分從主觀面和下觀面 兩面去介紹生命的學問 我們先搞生生命的學問 這個概念之後 大家自自然就會發現 生命的學問 之所以能夠成立 其實有一個核心的奠基 就是由於某中山所理解的理性觀念 不過我要提一提 到最後我會說 某中山對於理性觀念的理解 並不是我們今天 受西方哲學影響的理解 這是我們說到最後的時候 關於專理性的部分 大家就可以更清楚 好 關於某中山 謝謝 對不起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們先講一個材料 要理解某中山先生的生平 和他的學生發展 有第一首材料 因為某先生有一本50自信的書 可能再次也有朋友看過 他這本書 是某先生1957年的時候寫成的 即是當時49歲 他就寫完 翻章寫完 這個《五十自信》這本書 但到發表 即將它收集在一起 變成一本書 就已經到1989年 某先生81歲的時候 然後才出版 完整地出版這個《五十自信》 《五十自信》 是一個哲學家的自主 並且是非常哲學的哲學家的自主 所以讀起來是不容易的 但有些人很欣賞這本書 覺得這本書裡 某中山不單是顯露哲學家的心思 更加顯露一個 某中山的文學的程式 特別第一章 寫得非常文學性 很多人都說 超過他們一種對生平的感受 這本書一方面 有非常深刻的哲學思想 另外一方面 有非常近乎存在主意識的 對於生平的一種翻證 這個事實上是第一手的 他了解何中山的心平和學術 他的學術思想的一本書 雖然不容易讀 我告訴大家這個事實 到我讀完博士之後 回來中大教書 我都講過《五十自信》 初初在1996年 我講《五十自信》的時候 留下了一些廣告 到十年之後 我再講《五十自信》 都發現我當時的理解都很不對 所以這本書是不容易讀的 但是當然有好的指路人 大家可能比較容易讀這本《三自信》 當然還有一本書 就是茂中山的大弟子 這個蔡仁厚老師的 一個茂中山的先生學師年號 大家都看到蔡仁厚是茂中山的大弟子 也是一個非常忠於茂中山思想的大弟子 這本書其實在茂先生過世的第二年出版 這是非常難的 即是茂中山一直都知道他老師的所謂著作 但他會整理他老師的著作是哪一年 他老師的行跡是怎樣 可以做那些什麼事 所以才能夠這麼快地出一本 這個茂中山先生的學師年號 我老師過世 2016年過世到今天 我都沒問題 出一本我老師的學師年號 這個事實上是相當慘悲 幸好要寫也不難 因為我老師也很自傳 有機會我們再跟大家講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剛才看過的 大家可以在亞洲電視的頻道 拍攝過茂中山的專輯 拍攝的導演是張遠亭 夠老的人都知道 抽一些童話的導演 當年的亞洲電視做編導 所以那個專輯是由他拍的 今天也有很多的茂中山過世 比較遲 1995年過世 比起唐先生 和今天先生1978年過世 比較早 所以今天大家在這個網絡上 仍然可以找到很多 茂中山先生講過演講的錄像 和錄音 所以大家仍然可以第一身去感受 茂中山先生講過的風采 這就是一個材料 角度我們也要說明一下 其實茂中山有很多選擇 他可以選擇茂中山的學生 親戚過茂中山先生的弟子 今天還有 包括在生涯研究所 或者在我們中達志位 去的一個陶博張教授 他基本上都是茂中山先生的親戚弟子 我不是 我不是 所以他請我說 我只能夠從一個研究者的角度去講 不只能夠從一個研究者的角度去看 很多人都有一個錯誤解 因為我去年是瑜伽 中西的哲學比較 亦都是研究當代的瑜學 所以很多人以為我 是茂中山堂軍隊的線索 流落 我是羅術老師的學生 這個沒有問題 當然都屬於這個 在我的學術思想的心牌裏面 當代生涯家的思想 的而且會影響我們 這是我必須承認的事情 但我一身人很不幸地 是沒有機會見過茂先生的面容 這裡有一些故事 我可以給大家了解一下 茂中山先生1974年 他有四年在東海大學 接著八年在港大 然後六年在中大 他1974年 就和唐軍先生 一起在中文大學 這個深夏書院的哲學 是一起去休的 然後去休之後 因為茂先生1974年至199年 他過世之前 如果大家了解一下他的生平 他常常去台灣港項 去過台師大 台大智樂系等等 亦都在香港的生涯研究所看過 我1983年 考驗中文大學的哲學系 所以其實我是有機會 面對面見過茂先生的 但我可惜這個機會沒有發生 為什麼呢 是因為當時我是屬於崇基人 大家聽到這個 其實我都不管有什麼關係 是有關係的 因為1970年中期 中大所謂的中央化之後 到1983年的80年代初 這個中央化的氣息 雖然已經中央化 即是只有一個哲學系 在茂學院下面 但是有兩個辦公室 深夏的老師 深夏的這個就是文館 崇基的老師 崇基的教學 所以是兩派人 而且這兩派人是不太對的 而且學生之間的山頭主義 是非常無效的 因為她說她在替內的競技比賽的時候 崇基人和深夏人 是有一些死不兩滑的感覺 所以這些深夏人 和深夏的師兄 到他們這個新年的時候 是由師兄組織一些學生 去茂中山老師的家拜年 可惜我是崇基人 所以學員參與 當然也有些師兄說過 他們偷偷給他深夏研究所 聽茂中山老師的講課 但是我也要坦白 作為一個本科生 茂中山 茂中山當然很偉大的聽 但是這個本科生 從本科生來說 其實是沒什麼興趣的 因為我今天聽不明白 我可以很安定 當時我一定聽不明白 茂中山的講課內容 所以我也沒有去過 這個深夏研究所 去聽聽茂中山的課 然後到這個研究院的階段 在1989年的時候 研究院的階段 基本上主要的歷史 是攻讀碩士 我曾經一度想過 我自己可能是寫的 歷史學家 但最後我又回來了 好可惜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博士的時候 因為是堅毒的 所以我在後面工作 工作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有五年的時間 基本上是完全離開 這個學術界 是我的老師 把我拘捕回來 我又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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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的大學 你不留回來 總之 所以在我的管科 和研究院的生涯裡面 准管茂中山先生 是在那裡 有些時間在香港 在生涯研究所 但我也沒有機會 面對面 是見過這個茂先生 也沒有辦法去他的成績 所以我不是從一個親戚的 弟子的角度去講 這個茂先生 而是從一個研究者的角度 從研究者的角度 從一個親戚弟子的角度 這一點是有不同的 但我不想比較 沒有普通話的軟漢 這個所謂的滑漢承靈 执承風 遠近高低各不同 所謂不識路山 爭異目 指遠生在此爭中 所以有時有些距離的看法 也可以看出 和一些沒有距離的看法 不同的風景 這就是我的演講 剛才說過 我要選擇成績 所以我選擇了兩個概念 一個是生命的狂人 一個是專利成績 來介紹這個茂先生 下面我們最近 我劉讀侯中山的生平 他的五十字訊 他的書信 我們要了解一個人 簡直是解決自己 留下一個人的男子 還有他和學者之間的書信 的往環等等 事實上 茂先生的確是一個狂者 但狂者不是一個貶持 大家都知道 因為在論語裡 我們已經講過 所以不得忠行而遇之 哪有狂眷乎 所以狂和眷都是現在所推崇的 一個所謂的人格 忠行的人 即是中道而行的人 基本上是很難的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要找狂和眷 狂就是狂者進取 眷者有所不還 所以有所謂就是 所以不如如同流合污 但狂者是有一種 有什麼 有所謂的 攻擊性 這個狂者就是 進取理會的 攻擊性 有很強的批判性 事實上我們讀一下 何忠三先生年輕時代到 他晚年的學術文字 以至他討論文化 這個所謂歷史現實的文字 你也看到 他對於時代人物 有很強的攻擊性 如果我們聽這個字 或者批判性 他當時所身處的時代人物 我們要知道 毛先生成長的時代人物 都是一個所謂的 一個非常動靠的年代 恐怕比我們更加動靠 是一個所謂的 這個面對的 這個所謂的 中華民族的 一個繼絕傳播的年代 包括這個所謂的 北陸軍閥的國隊 而到後來日本緝華的 一個雲年後 到四九年之後 國共的內戰 國民退守台灣 都是他們成長的 所經歷的那個時代環境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動靠的年代 憂患的年代 會生出彼彈的思想 所以他明顯一定是 只是從一個負面的角度來理解 理解那個時代 但Angry 他對於剛才對於這幅的時代 人物的態勁是非常強的 他對於一個學者和知識群子 應該有的身份 也非常地有一個自覺性的 這個也是我一代的學者 如英時過世之後 我一代的學者 包括我老師 我們稱為現代的知識群子 另一方面 也為了傳統中國的讀書人 所謂的優時雙世 所謂的知識群子 所謂的身份 這一代的知識群子過了之後 還有沒有 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需要現在的學者 很自覺地去繼承這個傳統 或者大家會越來越編成了 只是在象牌下 從事學術研究的一些學者 但他們都不是 所以他對於一個所謂的 知識群子的身份 或者所謂的學者 應該有一個學家 學家 學家的格 其實是有相當好的知覺 亦是他的文字 變得比較批判 比較強 另一方面 對於在訓練的時代 對於一個生命 對於一個自我的反省 他也有相當忍耀 這是他的批判性 他也稱為狂 但狂從一個角度上說 他時代痛加必撻 這就是狂者的空詞 但也揀露出他的真性情 這個問題就是 真性情是這樣的 真性情有些人覺得 對於一些格兔和西族的人 大家承犯規矩的人 看來是很愛眼的 我舉例大家就知道 他也說 這樣怎麼做為公司 就可能用一個找到 但你喜歡他 那就是他喜歡 所以真性情有些人 只能跟真性情有些人 所謂的創意相投 华以類罪 所以大家如果從一個常規 白號規規矩的角度 去理解 毛先生的生平 大家可能覺得 這個究竟是否一個 智藏家是否一個愚者 或是他現在的 全世界現在研究的一個學者 我們舉例 你快一點 第一個就是他的胡適 胡適和張文華的批評 大家在五十字熟裏都會見到 他對於胡適當年 他做一個學生 在北大的時候 胡適已經很年輕 從美國的哥倫比亞 大學畢業 在北大已經做了一個教授 並且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教授 胡適當年在北大的時候 他對於胡適的批評 還有一個例子 就是他在五十字熟裏 提到1939年 1939年 他當時大學31歲 在昆明 也是他最艱難的五年 胡適三平坦 最艱難的五年 從廣西流遠到昆明 然後雲南大領 再回到重慶 那五年裡 他基本上是三叉筆的 即是三叉筆 跟我們今天說的 是會斷糧的 是會斷糧的 在1939年的時候 他就在昆明的時候 他就斷糧了 他斷糧的時候 他老師 他老師洪十零 就知道 就很照顧他 就寫了一封信 給當時北大的湯用彤 大家不知道湯用彤 就是他的兒子 湯一介 都過世了 也是研究藝晉學的 很有名的學者 他寫上給湯用彤 說北大只有哲學 以來 衛局士只有某中三 是可造之才 你怎麼可以放他 他想連累失所 然後他這個心目無所依 意思之外 北大應該請韓中三 這個可造之才 那湯用彤的回信 根據韓中三 自己據說 是通過不了胡先生 就是過不了胡錫 如果要請韓中三 是過不了胡錫 這個胡錫 是有學術的一個看法 他在胡錫眼中 胡錫是一個 提倡科學科法的人 他用一個所謂的科學史觀 也是一個科學哲學 又合乎科學哲學 是他所提出的 所以說 在胡錫眼中 不合格的 不是用科學的思學 包括錢目 在內也不是科學的思學 即不是原格的科學的考證 其實科學的思學 就是考證學 即是清台其他考證學 非常有名言的監督 每一個名言的 仔細的歷史事件的考證 他連著錢目這些 都不是合格的思考 所以錢目 當胡錫做中英研究院的院長的時候 這個錢目也是沒有 當初中英研究院的院長的事 又對於胡錫眼中的哲學 其實是哲學出生的 這些哲學生不加 不過紅十明的人 其實沒有資格回答我講書 某個意想來說 所以他意思是 當時這個通常跟他回信 在紅十明的時候 通過不了胡先生的 那麽先生的評論是甚麼 胡先生當時已經不在北大 在美國 但連遙控北大的下部 即是說最幸福大聲 都要通過他 我們要提醒大家 這是謀中三的一念之詞 胡先生也是這樣說 是他當時過日主觀的一念之詞 他臆骨偉而直接在他的五十字上面寫出來 然後他那張納胡錫 他說胡錫是一個瘦心病狂的莫塞 上去這個韓府 然後他當時對胡錫眼 這是一個三九年的時候發生的事 他又挖了一念的片段來納胡錫 當時不買了韓風 然後他發布了 這是一個我們不要用小人之衣去跟他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另外同年發生在1939年的時候 他拼命斷糧 他就寫信向張君賣先生求救 張君賣就是當時有國社黨 後來就是南社黨 亦都是中華民國遣法起草人之一 亦都是屬於當內生的學者 他就因為胡錫先生 曾經幫張君賣的國社黨的再生雜誌 做過很長時間的偏測 所以斷糧寫信向張君賣求救 希望他接濟一下 張君賣沒有匯信 完全沒有匯信 然後同年張君賣就去昆明的地方 這個培當時學民黨的高官去昆明考察 在報紙上發了廣告 所以胡錫先生知道張君賣來入 但因為他斷糧 所以他死都要去找 去見一見張君賣的抗救 然後見到張君賣去見的時候 他就問他 張君賣很驚奇 胡錫先生你為什麼要來找我 胡錫先生我在報紙上看到你 然後他就說 胡錫先生說之前 斷糧寫了個信號 你求救 那你有沒有收到 張君賣說沒有 我沒有收到 然後胡錫先生說 我從此知道此公之無誠 他明明收到這個大謊 說沒有收到 後來張文賣還要求 胡錫先生再幫他編 再生雜誌 胡錫先生是反應 他就說不幫你再編 你哪有無誠 但是我周圍身邊的朋友 大多選過他 道理就在你那邊 他的論情感 其實你都不能推到 這個再生雜誌 最後 胡錫先生連人 繼續幫張君賣 再生雜誌 雖然他批評這兩個人 你看到胡錫先生的狂者 對於時代人物的批評 但是不同的 新愚家當中其一 新愚家學者 都對胡錫很好的說話 當然是因為胡錫 對於傳統文化的批判 他認為胡錫 做美國大使時 接見美國 他已經改變外國的人 說中國傳統文化 就是賺國和食欠面 新愚家學者 當然是火棍 為何醜化中國文化 為何醜化中國文化 當然對於同情胡錫 來說是余英時 余英時 胡錫是他的研究具象 當然 但是也是他熱清的時候 因為他熱清的時候 當時胡錫是 五四五個年代 是帶領這個 所謂的三文化運動 這個思潮的大旗手 所以余英時 亦都很擅長考具 所以和胡錫 其實在學術上 是有某些相似情 寫過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錫 是比較早年的一本傳 去解釋胡錫 為何熱清的時候 就能夠在所謂的北大 這個暫穩鎮業 作為北大的教授 這個其實是他有一個 我現在不是在這裏多過 後來他還有一本 《重集胡錫的歷程》的書 連胡錫的感情世界 他都做考證一番 這個是大家的印象 讓我們看看胡錫的歷程 對於胡錫的音象 所以就 但是森林家學者 是不能夠自找的 從胡錫的 從余英時對胡錫的辯護來說 大家都誤解胡錫 胡錫其實對於傳媒的西化 或者所謂的傳媒的反傳統 其實只是一種策略 嚴格來說 胡錫並否定傳統 大家都知道胡錫研究過什麼 研究過這個時鐘 也都很擅長它的考證 所以 考證很多的所謂整理學問 所以余英時的辯護就是 胡錫其實是從古傳統 用一個學理的方式 去重新評估傳統 並不是傳媒地反傳統 不過和新儒家的學者眼中 這些柴弱性的說法都是假的 所以忠生對胡錫沒有什麼好的說話 這個大概就是一個事實 但是對於張溫萬平 雖然胡錫 胡錫31歲的時候 曾經罵過此公之無成 但是1958年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聽過 1958年的時候 在元旦的時候 有四位由唐君毅先生起草 長得五萬字的中國文化與世太宣言 刊登 當時有四個人聯署 一個是唐君毅 然後是某宗生 徐府門和張君毅 所以 但是表示大家原來是同道人 在肯定中國傳統文化上面 即使曾經一段時間 是有一個所謂的交國 但是基本上 極然是一個大家是唐老人 所以胡錫和張君毅的時候 有點不同 另外我們最重要的位置 就是胡錫三先生 他五十字熟 上上有些人喜歡胡錫三的人 批評他的人 就說胡錫三是他的嫖妓 這個事實上是自己的直白 在他自己的五十字熟 這個時間就是他完成了 所謂的羅室典範 開始去籌討他的認識 深知批評的時候 大概應該是1941年 因為他的羅室典範 在香港出版 然後他開始著手他的認識 深知批評 這個紮寫的時候 現在是1942年 當時他在成都的華西大學 正式的開始叫做教學 這個所謂的生涯 1942年應該是最後四年 恐怕有幾年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幾年 不過根據他的手指數 他就說他自己當時 是因為靈台孤雲 即是他的抽象世界 要集中很強的心 他寫了他的認識 深知批評 但他的存在感受是沒有 所以他的存在身份 要靠什麼 要靠酒色自如 就在漏行 或者茶室裡面 但是羅室典範 即使是這樣 即是他沒有好遺言 在他的雜誌上 他是酒色自如 即是是這樣 但他對於當時的寬場 即是我們所謂的酒色場所 他有一個非常哲學的反省 當然這個反省 當然這個反省 到底是我們相信他 即是這個哲學家 一方面是他揉足了 被感性的沉淪 和走星自然之後 另一方面 他又同時有一個哲學的心 他反省了他這個感性的沉淪 所以他將當時的酒色場所寫 變得非常哲學性 大家平常都可以看 那個地方是真的 信家又變成家 然後呢 那個地方是零錢 他的真真價格也是 然後呢 他是一個病毒 他是一個衝惡 他是一個摩訓匯瑞的 一個打氣匯瑞 他是一個修戶場 也是一個道場 是他修煉的道場 所以大家可以看他 看他的心思思 另外一件事 就是都可以了解 劉先生的 就是唐君毅先生的 所謂的認識 這個認識也是1939年 今年 這一年是很特別的 他們大家都是31歲 當時 王中山就去重慶 探他的老師 這個洪實令 那唐君毅也在重慶 在重慶的教育部 丹文撇親 所以當時 就根據他的記載 就是 陳金毅 像他在披著他 hen鍋 不二不二 黃金毅也便說 你別看小博君毅 他是最未 所在堪emon 你別看小博君毅 DIUM 名 Senator 他元一步 他時候說 當時通常 他是北排哲学 fries Marvin 當時迷惑 當時仍然是邏輯 仍然是一個知識魂的文革 很嚴格的哲學思念的發言 對於形異上學 講哲學講到近乎文學那些 其實不是我的路 意思就是唐君藝 突然人家介意一點 他的路線上不是我的路 所以他其實真的有點看不見唐君藝 之後沒多久 同年 唐君藝去到重慶之後 就通過了另一個朋友去拜訪劉中心 在五十字帳裏 這是兩個先生第一次 我們經常都說唐貿 唐貿 第一次見面 在這次見面裏 大家可以見到 唐君藝用了一個好三五成的方式 來記錄他和唐君藝先生的見面 唐君藝說話是很吃力的 這是說話的時候 一個一個字套出來 這也可以是唐君藝在某總參面前 想說得比較嚴謹 唐先生說話是吐嘟不絕的 但他在唐君藝面前說過 唐君藝說得比較吃力 他一個字套出來 但他在那裡看到什麼 他用他的心靈向外套路出來 他看到一個哲學的靈魂 看到一個懸屍的所謂的靈魂 所以唐君藝非常肯定 事實上 唐君藝和某總參相交之後 對唐君藝和某總參相交之後 都是影響一心的一個決定 後來某總參還有一個很大的說法 就是心我者父母 教我者學師 知我者軍藝興雅的訪問 所以這個關於相交其實是非常深刻的 這個相交不僅是一個朋友上的相交 是一個思想學問上的相交力 大家必須要知道 兩個先生之間的學生交流是非常頻繁的 並且大家可能比較少人留意的 就是兩個之間其實是一個互相較量的朋友 即是說同場競技給你 你跑的時候會看著我 我跑的時候會看著你 所以我曾經了解他們兩個交往的歷史之後 曾經做過很大的感嘆 要找一個學者 你的學問要進步 要找一個能夠跟你一起跑的人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中環公讀 學無有 這是很煩惑的事 如果有一個跟你差不多的程度 因為跟你差不多的程度 因為跟你差不多的一度 真是可以看得到 平時一級跑 所以跟你差不多的人 然後互相較量 但也不是我詳細地講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曾經考證過兩個之間的 這個所謂的學術思想上的較量 其實是互相 你看我的東西 我看你的東西 大家互相覺得我超過你的理由 在某些地方超過我 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宋文美學的研究 大家都知道 某中山的宋文美學研究 就是他很有名的心態和性體的三盤 和從六象山到六象山的四個 volume 關於宋文美學的書 但事實上唐坤大是看過某中山的文字 在理成書之前 他也看過某中山的某些宋文美學的文字 然後他自己不同意 寫過一些他自己的理解 然後到某中山的那個心態和性體出版 六八六九年出版的時候 唐坤大是讀過的 然後覺得 這個某中山的宋文美學 雖然有第一、第二卷 有他自己的所謂的體系 但講諸子的第三卷 基本上是不相應的 語言不語言的第一和第二卷 大家知道某中山最自古 就是他主機哲學的 一種出生產的研究 所以唐坤大就著寫他的 中國哲學原論研究篇 唐坤大就是中國哲學原論研究篇 如果你真是內行人 你讀他的時候 每一個字都會形成某中山 他整個對上文理學的研究 基本上都不同於某中山 所以大家要討論 都是新的大學者 但在宋文理學上 其實是針鋒相對 這是一個所謂的 學者之間的相互的 一個較量 這個較量 大家還有一些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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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自己很自負的地方 就是沒有人看到就是我看到的 就是胡五峰 即是北宋藍道之後 來一能夠繼承 這個所謂的當時的思常規模 並不是珠希 並不是傳統學術史上的珠希 而是胡五峰 原來這個人沒有人看到 連唐先生也看到 我還以為唐先生也看到胡五峰 所以這是他自負的地方 當然他知道唐先生 就是肯定他知道唐先生的中國哲學 其實是同意他的塑問技學研究 但大家仍然堅持 由於唐先生過世比較早 胡五峰先生後來在中學教育的1999年 說過的說話 例如羅文藝的中學教育研究 結果唐先生的學生 如果大家知道 以後為史未見 就反而暫時在很長時間 接避唐先生 為他辯護自己的老師 結果有些人錯過 以為唐先生玩連交學 交互 但這個問題是實際 這是學生自己的再起波瀾 但這是一個商務教育 大家都知道唐斌是晚年的拒絕 他的思想拒絕就是 生命存在於生命境界 他寫一本書的時候 其實是對著羅宗先生 在他的日記裡 他翻看羅宗先生的認識 三支批刀 然後他拒絕他自己的生命存在於生命境界 然後就是中山教育 做一個比較 認為羅宗先生從上到下 從下 逐步逐步分享上網 所以大家看到那個商務教育 也成就了20世紀 中國哲學都有作劇卡 這就是唐斌是和某宗先生 事實上是這樣 所以每一個人和你跑步的朋友 做學問其實都是挺難進步的 單止是官徒文做難進步 這也是第一三個字 然後某宗先生作為老師 我不是他的親戚 所以我只能夠跟著羅宗先生 就是某宗先生石頭 他的學生有點怕他 但其實不是 我看過幾年某宗先生文字 那學生其實心裡不太佩服他 我會跟他很欣賞他很崇拜他 但仍然有一個事實 也不夠可言 就是某宗先生的思想體 比較大 籠罩性比較強 所以他的親戚弟子 其實大部份的人 都不能夠跳出他的學位 即是說 根據羅宗先生的思想體 在裡面再做一些補充 說明研究等等 跳出老師的說法 如果是嫡系的親戚弟子 基本上是不容許的 所以某宗先生過世之後 曾經有些女學生 嘗試說一些新的事 但引起師門內部的弟子的反彈 然後就認同這個 你的老師不是這樣說的 所以這個大概是他的 這個維持之論 但我想說的是 某宗先生這一種 狂字業的老師 事實上的兒子 可以盛情相投 然後才能夠這個所謂欣賞 我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他的老師是紅十力 在紅十力過世之後 某宗先生寫一些文字 他的老師是紅十力 他的老師是紅十力 當然是怎樣教的 就是 有學生寫了文章 給紅十力看 紅十力剛好 只要看你 看你什麼 你要看你 看我的 從今天老師的角度 你會覺得 完全不能理解 這是什麼老師 你不用看了 你要看我的 看我的文章就可以了 但是當然 紅十力 你一種狂 和華中山是同一種 心理的形態 但即使是這樣 也都狂到的程度 是1949年前後 差不多 國民黨員退走台灣的時候 除了那個 台灣界 和華中山 和他的老師 紅十力之間都發生過 矛盾 這個矛盾也都在於 他的老師看不到 學生的學術上 不能夠承認學生 在某些學術上 已經能夠自立起來的成就 無論如何都好 即使是這樣 但後來當他老師過世之後 所有這些學生 對他老師的一個追憶 都是非常肯定的 因為對於這個 謀中山來說 他在他的生命的學生 中的書書 曾經臉書 他第一次見到 這個紅十力 在北大的老師的插序裡面 他說 他見到一個戴著瓜皮帽 手上又好像走坊的浪鐘 就是光門運反式 那是紅十力 然後大家聊聊的時候 就明明一拍到說 很慢 真好主旨 除了一個紅東 除了一個紅某一人之外 全部都是胡扯人 講師長哲學 除了一個紅十力之外 所有人都是胡扯人 然後大毛澤三 就覺得這個是八成驚 毛澤三 那時候覺得 這是一個獅子敲 是一個獅子敲 令到他眼前一亮 那床子又會這樣 對這個老師 今天我想說的 我們當然沒有想要 講到老師老師先都是這樣 對 當我遇到他的時候 他由一個很冷淡的照片 變成一個比較溫情的移者 大家可以再看看 我紀念他的文字 但Anyway 這個是 我沒有經過 我沒有遇到這些 我沒有遇到這些狂的 狂者年的老師 但大家想想 我只是想想 我們的私生關係 我只是在這個地方 發展一下我們的私生關係 由我做學生年代的老師 和學生私生關係 和今天的私生關係 簡直說 我們可以行人而言 我只是想辦法 我們可以行人而言 這裏都是 我們講這個衝突傳統文化的 私道 私生的關係 其實應該認真一些 就是這個反省的硬度 現在什麼是理想的 一個所謂的私生關係 我們在這裏有很多個 最後一個例子 亦都牽涉到 這個貿宗三先生的學問 很大 然後就很濃縮 然後貿宗三的學問 後來 大家都知道 有個氣稱叫謀文教 叫謀文教 叫謀文教 這個教 這個教當然是有道理的 因為對於新人家來說 哲學必須成為一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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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教的概念 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 只要哲學的一種 純粹概念性的抽屜性的思考 翻向你生命裏面 變成生命的一種教育 這是教這個概念的 一個所謂的正確的正念的理解 但也是這樣 所以當時曾經有人覺得 謀文教的思想 一個龍爪 成為一個謀文教 也都催化了 謀文教的學生 以及潛伏的學生的門下 第一次之間的爆發 這也是事實的 我記得1994年 第三屆當作新年 學國際學術會議 在香港中文大學 我當時還是博士在同 包括來寫博士論文 我曾經是一場 演講中間聽到 學中三的一個學生 我記得是誰 不過因為他都過世了 所以我就不開名了 他當時還站起來說 就是這個 某種 前六百年都研究 什麼是朱子 他當然是朱子生學案 其實普及朱子生學案 是一個整理 在文件的整理 加上一個商量的評語 最重要是朱子玉提江 前面都寫著 五萬多字的朱子玉提江 當時樓中山 學生說 前陸先生說 什麼朱子研究 其實那些只不過是資料匯篇 講這個知識 只有朱子玉提江 是其他不宣修的 意思就是前陸的知識 研究都不行 這是我親意聽過的 不過不其然 這個當然引起了前門弟子的一個反彈 所以1991年的時候 余興士先生寫了一篇文章 叫前陸與新瑜伽 就要將前陸和新瑜伽割 前陸不是新瑜伽 這篇文章寫得很揚揚揚揚揚揚 並夠揚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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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 然後有一個教主 顯然是影射樓中山 這是一角角一定的事 我記得是賀老師告訴我 有一次劉術先生老師去探望樓中山的時候 樓中山拿著影視的文章 就看著劉術先生老師 他說這是教主 這是教主 這個教主是這個 你當然可以說 中山教主也上到劉衍時在影視 但他覺得我不是 所以問題就是要問 誰會去罰這個教主 所以這也是新如家和劉衍時的 思想上的交和 是一個非常空折而有趣的故事 不是我今天要學的外語 如果我越說越多的話 我就說不了我要說的 大家要見諒 但是樓中山對於新如家的理解 不僅僅是批評 他的批評當然 第一就是他因為他老師的批評 所以他為了他的師門 所謂前門弟子 他必須為他的老師說話 所以他一下筆的時候 就毫不留情地痛甲編拍 這個當地新如學的一些發展等等 就極盡他的埋憤的勞視 這是樓中山的 但是樓中山在他晚年的回憶 和他連講得很清楚 在他香港生涯研究所所獲的幾年 影響他最大的詞目 第二是唐文貴 你看看唐文貴先生的 唐像在新亞 唐文貴的時候 那個項站 是樓中山寫的 樓中山寫的 你看看樓中山寫的 樓中山寫的樓中山寫 這時代於當個新年級的情景 情感 是很複雜的 是很複雜的 但這個亦都塑造了 無讀的 很奇怪的 亦都塑造了 樓中山寫的學師 馬尼的發展 包括樓中山寫的 樓中山寫的 和樓中山寫的 將來有機會 可能在另外的場合 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概從這些不同的例子裏 大家大概可以看到 樓中山寫的所謂 唐者的空詞 究竟是怎樣的 好 下面我們要進入 今天的內容 就是關於樓中山思想的介紹 剛才說過要選擇性的 這樣說 所以我們選擇了 新興的學問 我覺得這是最多多元的形容 提光揭力去說明 樓中山一生的 所謂學師發展的一個觀念 但是新興的學問有主觀 也有客觀 主觀就是個人的層面 客觀是社會政治的層面 所以我們也提光揭地 介紹一下這兩個層面 我們先來看 新興的學問主觀的層面 但新興的學問這個概念 其實並不是很容易 不是很理解 因為如果我們完全接受 一個西方的 一個所謂的思念式的 一個哲學訓言的時候 新興是屬於Practice的層面 這個學問是屬於Fury的層面 這個層面可以連在一起 但是Practice只是Fury Application 即是認用你 學到一種理論之後 一定會認用它 但用不用在你個人的時刻 跟Fury是沒有關係的 你不可以射及Fury 和Practice 所以它們兩者之間 可以有種招募力 即是學問而走 學問純粹是你學術生命命的一部分 和你的生命是完全沒有關係 其他一部分 包括你的人際交往 你的個人 你的性交 甚至乎 我們甚至相信哲學家 在科學上 講這些Mind Ethics 講到要用殺殺 但實際上它是 animal behavior 一般的生命 這就是 拾錢和思念的隔離 這事實上是生命的學問 不容易懂的地方 但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首先就是 當一個學者 將自己存覆的生命 投注在學問裡 這是很難的 所以我曾經可以清理 將當今 學術界的學者 分成幾類 有很多種 第一種 就是我們所說的 學問 就是 有幾個人的 我們不可以口言 學問 這是 所謂的 我們叫做 學術研究者 這個研究者 就是他很識寫 很能夠識見 這個所謂的大學 就能夠生存到 這是第二類的 但是那些學問 不進入他的生命 第三類的 我們叫做 學者 即是生命 和他的學問 和他的生命 是連成一體 有很多很偉大的學者 其實就是這樣 即是不生將他全身命 投注在他自己研究的學問 一定是人民學科 可以是社會學科 可以是自然科學 他整個生命 基本上就是一個學者 最後一類型 當然就是 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背景 所以當然就是一個知識分子的 一個所謂的生命 所以大學學者 可以分成這四類 剛才先生顯然 是屬於第三和第四類 所以他將他全部的生命 投注在哲學的研究裡面 當然就是一個學者 一個學問的生命 並且當這個學問的生命 是全副貫注在他生命裡面 他所學的所有功勢 能夠翻譯和滋入他的生命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一個生命的學問 即是他的學問的生命 變成一個生命的學問 所以這是一個生命的學問 一個擴練 我在後面介紹完 駱通三的思想之後 大家可能會有更深刻的體會 大家知道生命的學問 雖然有張力 剛才我所說的 但是駱通三曾經做過 這樣是有體驗的 生命是需要學問的 學問也需要生命的 為什麼 因為學問是靈空的 樂問是擴練的世界 它是思念的世界 所以它可以靈空 它可以不受到生命的限制 生命是你的實存生命 當然可以讀很多字 但那都是你經歷過的 你經歷過的生命是有限的 你想經歷過的種種事是有限的 所以它有一定的限定性 所以必須要思念的無限定性 就是那個學問的靈空和抽象 能夠開拓你的生命的難度 這就是一個所謂的 生命為什麼需要學問 學問就是不只是一個過癮 只是一個離開生命 掛空在生命外面的一個抽象 所以生命需要學問 學問也需要生命 這就是生命的學問的一個更深刻的意義 我們介紹駱通三的生命的學問 可以有一個很合體性的國法 即是講足四面 就是我們需要了解一些官聯 不是考慮一下 所謂實識駱通三的視像的人 也許對這些官聯來說得很清楚 第一就是它對歸中 現在的道德深淨 或者西港的道德深淨 這個觀念 然後由這個觀念去佔開的道德的形容儀相學 Wormative physics中間 含有所謂實踐的形容儀相學 境界形態的形容儀相學 到它受海德格和研究佛教之後的影響 所產生的兩層傳有論 兩層傳有論 一心開二門 還有人是可以有限有限的 這已經是一個轉變 在思想上是一個很明顯的轉變 到最後受到佛教進一步的啟發 由原教的觀念去講完善 處理康復所說是得福一致的問題 這就是身分級學問的一個很學理性的介紹 這些觀念沒有一個我今天不夠講的 我們全一個角度 從一個不是那麼學理性的角度 來理解生命的學問 我們就要回到五十字上 那種存在主意識的對於生命的反省 這也是生命的學問的一個學問 十字上 我們用一個黑格意識裏面的正法 來介紹生命 就是生命的在期自己 生命的離期自己 和生命的復歸自己的歷程 來描述某先生在他五十歲的時候 對於他走過的人生 學術思想的人生的歷程 是一種很痛切的 存在主意識的一種反省 下面呢 讀的時候容易讀不久 因為讀是我講的 所以我讀過很多次了 所以我們就介紹一下 這個所謂的生命的在期自己 生命的離期自己 和生命的復歸自己 究竟在講的是什麼 這個生命的學問 生命的在期自己 是在他五十字上的第一章 在運動中的成像 這章其實可以有很多 意理上思想上的思考和刺激 我自己很簡單地講 就是生命的在期自己 不只是我們活著的意思 所以不是那個所謂的 我們吃飯睡覺 吃我拉撒掃 我還沒寫過一刻 就叫做生命的在期自己 這不是這樣 我們買進去Exist 而是去Giving 去To be 這才是生命的在期自己 但是生命的在期自己 可以是一種很原始的表達 我們知道我講的 很牌摩尿的 一種原初的味道 無端形容了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他自己 一個三個例子 就是自然生命力的躍動 這個大家都經歷過 這不只是一種所謂的 是你感覺到你的生命 在成長當中有 你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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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長大了 他用的例子是春情 和他第一次暗戀 其實是暗戀 我看著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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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純情 很Cure的一種戀情 這當然是自然生命力的躍動 讓你感受到生命在期自己 這是生命的力動 這就是春情 這個無著的春情 還有最後這個春情 有著的一種所謂戀情 人世間的戀情 這是說明自己 第一身感受到生命在期自己的類子 自然生命力的躍動 他用了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很可以發揮的題目 就是他認為 農民的生活 其實就是生命在期自己 最原初的一種表現 意思是 我們可以方便你理解他 當然有一個字 叫做安土敦夫人 這個農民的生命 是因為他日出而上 日出而上 日出而上 所以他是靠他的體力 和耕承人 很難感受到自然生命力的力量 因為他是靠他的 physical body的力量 來生存 我們今天晚上坐在辦公室裡 拍攝了 其實我們真的不動 整天坐在辦公室 9個小時你都可以不動 只是手就不動 只是眼睛在那裡動 所以他回到他之後 就在那裡摸鏡 一直摸在梳化上 然後在那裡 你不能夠感受到生命的在期自己 他覺得農民的生命 是 但農民生命的在期自己 不是一種 只是如此 一種所謂的 biological 一個成年 而是 因為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 是有一種道德的教化 是有一種風俗的教化 這個如假師生的影響 所以他的先輩 雖然他們不一定 每個都是飽讀私書的 認識自己的人 也不一定是讀過 《四書五經》 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現行儘間經驗 但都在一種禮教的生活裡面 守住人愛 所謂的尊嚴 敬怒 然後所謂的 靠順父母 那種摩討敦婦人 所以這一種農民的生活 其實是生命在期自己 這一種元初年太太 也都是羅宗生非常無論 也都對於農民生活的 一種肯定 肯定 不過華忠三認為 心靈在期自己 即使是一種農民的生活 安土敦婦人 但他不可靠 因為一遇到橫風暴雨 即是那個時代改變 農民都沒有辦法安遇他自己的土地 他生活的時候 他傳統的安土敦婦人的人 當時被打暴的時候 當然有 當時華忠三面對的是共產黨 在陪自己的鄉下 補改為欺負自己的人 當時亦都做過很生動的面材 又可能將自己的親族 作為批判的對象等 當這些價值都沒有動搖的時候 那種原始的和諧 那個生命在期自己是守不住的 你必須要對自己的生命 有一個真切的反正 然後才能夠安頓你的生命 所以生命必須要離奇自己 這當然就是華忠三自己的 所謂的第一生的經驗 生命的離奇自己 就是他書論的第二、第三、第四 和第五章 都是很難促進的 就是他自己的學師歷程 用哲學思想的介紹 但是我現在簡單講一下 生命的為何離奇自己 剛才有一個非常哲學性的反省 他要學問 即是不要學我們今天講的 schooling 法學、學書 或者學習 他不是學的 是生命離奇自己的一個步驟 我們一般覺得很奇怪 生命的離奇自己 學是一個所謂的 我一般講的 我媽媽小時候 教大家學演學習 努力讀書 學以成才 這些學法 當然我們習慣學習 所有的有用的人 當然為何學問 其實是生命的離奇自己 是因為你是將整個人的自然生命力 投注在一個概念和學問和知識的世界 是將你的生命力投射到一個外在於你生命的概念 抽象的概念、學問和知識的世界 所以這是生命的一個曲折 這個叫做生命的離奇自己 所以學問應該是這樣 我們一般講的學以成才 就是好的地方 就是你學了那些東西 那個才 或者所謂的中國人講的學習 都會成為一個氣 基本上表示那些東西 會回到人家的生命裡 在中國很多人裡面 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講的一般都 所謂的學以成才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那些學問是一個學生的工具 只是吃飯的工具 當然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它和你的生活沒有關係 那些知識對於你的人生 對於你的交友 對於你的感情世界 對於你的所謂的家庭生活 對於你的社會國家 沒有任何的作用 只是除了吃飯之外 沒有任何的作用 這個就是生命離奇自己的 這個學問 我們對於所謂的學習的 這個所謂的學問 這個所謂的學問 所謂的知識性的反省 所以學問其實是 我最初的一步 是生命離開自己 把所有的生命 投注在一個抽象的 概念的知識的世界裡面 然後這個所謂的 然後這個學問 當然有一個好處 這個學問 學識是有什麼 我們講的 delibration 我們從一個夢會的狀態 來解放出來 你有知識 我們可以思考 所以方中生的 進一步生命 離奇自己 他的思考就是 他當時又面對時代的 客觀的悲情 就是這個所謂的 中華民族 他計絕存亡的 這個所謂的 客觀的悲情 他的悲情 客觀之外是有主觀的 主觀當然是 他那幾年 他那五年 在這個所謂的流離失所 在1937年 到1942年的那五年 他自己31歲到30 這個所謂的 8歲的時候 那幾年 他基本上是 三餐一計 流離失所 然後他甚至剛才說過 即使他靈陀孤雲 有一個所謂的 寫螺汁變化形式 甚至是 但是平時是 走色治療 這就是他的主觀的悲情 即是他的生命 連然是沒有辦法 摩托到的 這就是兩面的悲情 這個所謂的夾擊 這就是他的 然後他的學問幫到他 什麼呢 他的學問只幫到他 溯解 客觀的悲情 即是說 抽獎的思念 是可以幫他反省 中華民族 解決存亡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花費更多的精神力量 去寫成他的歷史哲學 這本書 這就是一個所謂的 學問的 所謂的 正面的幫助 但這時候 對他來說 是一個生命更大的耗費 即是他要消耗更多的精力 去寫一個學術性的書 來疏理民族的客觀的悲情 但他的主觀的悲情 是沒有交代的 即是他生命的 所謂的安頓在這裏 即是他所謂的 安頓在學問之中 學問不是生命的全部 剛才講得很清楚 又不能夠活在概念的世界裏 不能夠只活在概念的世界裏 所以 這個所謂的主觀的生命 他個人的生命 究竟安頓在這裏 在這個地方上 他想 他所有的生命 即使能夠反省疏動 民族的苦難 寫歷史哲學 去解決客觀的悲情 仍然沒有辦法安頓他個人的生命 那些學問是外掛 在他的生命裏 而不能夠內润他自己的生命 這是他自己非常 一個窗截的反省 然後他覺得這個反省的連令 他感受到他自己個人生命的虛無 即是除了抗民之外 還說什麼 這是他自己的一個個人制度 所造成的 對於自己主觀的悲情 生命是外懷 他講得很清楚 當時他已經知道黃陽明 他當時研究瑜伽 那些良知天理 通通都沒有用 通通都沒有用 是因為什麼 他用了一個體驗 因為病體 那些東西是外穴 在我生命裏 我生命裏 我生命裏 好像一個病的身體 你這個身體 良知天理的五公土不立 你整個都吸收不到 雖然你抽象 你觀念他知道 那些是良知天理 但實際上是沒有用的 這就是他生命的虛無感 是他用他的主話來講 是他個體性的破裂 破裂是什麼 破裂是分成兩面 一面投注在純粹抽象 而普遍的概念世界裏面 他運思 這就是他的邏側面反應 釋藏之體 管理師自學 所謂的學理性的所謂 這就是普遍性的規模 普遍性的規模 普遍性的規模 不是一個實存的規模 而是一個觀念世界裏面的規模 另一方 那一面就是 達樹性的 這個所謂的規模 就是個體性的規模 基本上是沒有交代 侵襲的一個個體性的破裂的一種所謂的感受 這是生命的兩極法 最後他產生一種一大人不得 人能的靈體 只是生活在破裂的世界裏面 所以我們現在有些存在感 他現在很難說 我們要拆開一些 找一些存在感 所以他的存在 他的一模一發 這是他自己承認 他都要找些交代 這樣就是進入感性沉溫的地方 來找回他自己的所謂的生命的存在感 這個感性沉溫 就是剛才所謂的酒色字 一方面他來台公文寫他的哲學性的書 一方面他走色字 在一個感性沉溫的一個墮落裏面 這個就是 最後他不斷地火星沉溫的時候 他有一種非常虛暴的 一種所謂當然的手道 當時很不可否認 他受到Keligam 這些存在主義者的認同 所以他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虛暴感 然後他最後 這種存在感很久了 最後到台灣了 1955年的時候 他已經差不多在台灣的台師大教書 五六年他就轉去東北大學 在五年的時候 他曾經在這五十字上面做了一個描述 就是他有一天去一個野點 就是野外的一個旅館裡 睡一晚 半夜聽到這個所謂的 寺院的鐘聲 的繁音 的震動 然後震動 令他感受到生命的虛弱 他仿佛覺得自己是一個屍體 躺在那個荒野當中 這些這樣的描述 這個不是大家不要覺得這些是 這個靈智學家自己後來 反正家裡不是 因為他的童年寫信給唐軍藝 去做一個所謂的 說給他的老朋友聽 我感受到這種所謂的凡音 然後感受到生命的虛弱 這個無盡的大秘密 不單止我生命 如果我生命沒有意義 我做的那些事情究竟有什麼意義 所以客觀的理性 學問的梭度 我所理解的那些所謂的意義 究竟有什麼意義 如果我自己也沒有意義 我的生命 生命 唐軍藝寫一個信 去安慰玉的老頭 我告訴他 我也有過這樣的經驗 我也有過這樣的經驗 大家知道是唐先生 唐先生年輕時自殺過 曾經扣上他自殺過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失業的生命 除了是聰明的才華 聰明的生命 也就是一個非常感觸非常大的生命 所以這個是到五年 他已經在台灣教書 這個唐軍藝寫先生 仍然是在這種所謂的生命 虛弱感那邊 這個就是生命的離奇自己 最後的部分是生命 如何回到他自己 如何回到自己 這就是生命的復歸 他自己 這就是他最哲學性的一章 是用了文殊密疾 用佛教 用文殊佛殺 這個所謂的 言心有疾的故事 他介紹他自己的生命 如何復歸他自己 這個復歸自己 大家看的時候 其實是要花點時間的 但因為我消化了 所以我說的答案 這個道理其實是很簡單的 所有哲人的心悶反省 都會有一個痛感的反省 而來 和我們最後明白了 那道理之外 是兩回事 道理說是容易 但是要做是好難的 這是大家要知道 這是經歷過 九死一生之後的生命 虛弱感而獲得的道理 今天我們明白這個道理 作為一個研究者 看完他才能明白 這道理是兩回事 但這個道理都不容易明白 那道理是甚麼 就是他在他的虛弱感當中 他提出了悲情三悔的作用 悲情三悔是甚麼 就是薩瑪迪 這個泛民薩瑪迪 即是進入一種非常深刻的觀察 對於悲情的觀察 大家知道 如果你身邊有痛苦 你不能逃避他 也不能回味他 唯一解決的辦法 就是深刻地去觀察你的痛苦 然後才找到痛苦的錯誤 這是薩瑪迪 我跟香港說的是悲情三悔 就是所謂的反省的文字 包括靈臺孤魂 過體性的破裂 感性的沉淪 生命的激化 生命的虛弱 恐怖等等 這是悲情的觀察 大家舉個簡單來 如果你的手戒撐 很痛 如果你的感覺 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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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 在悲情三悲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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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的生命 由所歸的分 你就要知道你仍然是愛惜你的生命 你並沒有虛無絕望 誇棄自己 仍然在將轉未轉的時候不斷繁 希望你自己的悲情生命能夠找到生命的安度 由所悲 你就發現你之所以能悲 是因為你能夠悲 你能夠悲是你能夠救你自己唯一的 這是歸來的消息 這是由悲情生命轉向 跪根國情的一種含裂 在這個地方上對應分 你是希望自己能夠 to be 更好的存在 希望仍然在這裏 即使你現在身為虛無感 覺得自己在絕望的感覺裏 但你覺得絕望的感覺不是放棄 而是要轉的 只不過是將轉未轉的時候 你在這個地方上做一個深刻的對於悲情的調查 就看到你自己的所謂的希望 不希望 就是你希望你自己能夠轉出這個悲情 而能夠成就一個有意義的生命 而不希望 陷入在這個悲情的意義 這就是由所悲 轉向悲 所悲的意義 所以甚麼是你說 它是悲情生命 確實地說 它是為間國情 一旦能夠建立這一種過言自己的生命 珍惜自己的生命 自愛愛他的一種所謂的 如今所謂的儒家說法 乘己乘人的生命 這種所謂的肯定的時候 那就是 謀言之下叫做深刻 即是你開始研究深刻的科目 能夠得到深刻的力量 但即使獲得深刻的力量 大家應該知道 謀言三對於 因為經過這種存在的掙扎 經過這種對於生命命的召集 其實你會知道 人生有很多東西 這就是你心覺的力量 雖然是可以幫你出窗 但你仍然要面對一個深刻和生命之間的複雜 的辯證關係 它用了十六個字來表達這種複雜的關係 叫悲心尚言 法案而尚傳 罪惡尚言 悲劇尚傳 這是很深刻的一種政策 悲心尚言 如果你只有法律尚傳 就是佛教皇的業力不可思議 就是這個世界的不潔的路主 很多東西 如果當初和佛教皇都是因起原別的結果 因因果果的結果 但這個法律常傳裡面 常常不由自主 然後如果法律常傳的世界是一個黑暗的 堕落的 混亂的世界 而你沒有任何悲心 提攜你自己的生命 那你就要找到底 隨波綜落的世界 因為就放棄你的生命 抗議就是放棄你自己人生 在這個地方上 也不是這個條路 所以你必須有一個悲心尚言去照察 提攜你自己的生命 你的心覺力量 即使在一個混亂的 所謂的法律上傳的世界 你仍然可以自己堅持著自己生命的理想和意義 這就是悲心尚言的一個努力 當然可以等待那個法律轉得比較好 時機來的時候 你的悲心就可以 各心覺就可以發揮更大的力量 這個時候你必須要承認 然後這個法律常傳 即使你的悲心多努力 常常都好 你仍然會寧願入出那個悲心之外 而產生罪惡 這就是罪惡常見 即是違反你 包括你個人主觀的悲心的力量 以及客觀社會所造成的集體的一種罪惡 這個法律 亦都是你的悲心的毒癮 你可能會太坦 毒力難之 難以船主傑均 這是罪惡常見 最後總是有悲劇的 這就是生命的悲劇性 這個悲劇 常常會出現 即是所謂的 大家知道 悲劇有很多 有些是命運的悲劇 即是法律裡面的病悲劇 有些是悲心的能力有限 可以做A可以做B 但你只能做A可以做B 做A就是犧牲B 做B就是犧牲A 這個就是悲劇 所以這個就是悲劇常見 悲心向上發路常傳 罪惡效率常見 悲劇上传基本上是俄宗参的最后细细有心觉 但这个心觉我要加一句 这个心觉不是抽象的 所以俄宗参在他的集图上加了很多变焦 这个心觉等于我自己外泰 必须有一个realization的现实上 是什么?在中国里面 既可以是万岳远走的家庭 亦都可以是你心情能够获得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你的所谓的爱恋 所谓的跪根国情就是你的家庭生活 这是为何中国人给家庭想法 并不是我们这些家庭收入里面 是空间的礼教 家庭的生活是你感受到你的 这个所谓的伴侣 你的子女 你的父母的爱 是一个很珍切的地方 亦都是你感受人间有希望的地方 就是当你累的时候 想回到那个家庭的地方 这个就是家庭 毛中三先生当然 他当年在山峰离去北大读书的时候 就已经结婚了 生了一个小学生 但是他后来离开了 去北大之后就从来没有回家 留在台湾的时候 他寺五十字岁的时候 他原来是孤零零之公 已经过着一些所谓没有家庭生活的 也没有书信网民 所以网密通信 脱绝通信之后 没有家庭生活的人 所以大家已经读过那些学者的书信网 就知道毛先生四十八十四十九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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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的时候 那些无论是徐木官先生 或者唐区平先生 都经常帮他介绍 就是总结婚 再快结婚 然后又有一个家庭的生活 然后就可以真真接着 他的所谓心脱 他在书信网民族的一个落实的地方 事实上和毛先生五十四就结婚了 只要再删了一个家庭 删了一个家庭 然后再删了一个家庭 但是最近失落后报的最新一期 就帮了一些徐木官先生和毛中三先生的通信 你就看到他开口的地方都是帮他介绍女朋友 全部都不识 毛先生是一个很娇傲的人 在他之内 在我娇傲的人 所以他不可以勉强 但是他的外观也不是一个 这就是《生命学问》的主观片介绍 下面我们转过来介绍一下 《生命学问》的客观片 客观片就是社会政治的神面 也帮大家了解一下 我通算对于社会政治的反省 为什么《生命学问》 把客观片和主观片 是因为大家在原课的时候都知道 传统如何借用装子的 说话说内性爱和 但是其实这是两个ideal的状态 表示一个人的生命的意见 理想生命的成就 是必须有一个理想社会的追求 同时包含了 因为一个人不是一个如知识的自我 你是一个家庭的网络 一个社会的网络 一个国家的网络 一个所谓的世界的网络当中的你 所以你的生命的意义 必然牵连到你和你的父母 兄弟朋友 有同一个社会人的关系 这是一个意义的网络 所以你不是单独追求自己生命的意义 而必须同时追求一个理想的有意义的社会政治 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所谓的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一个理想性 当然现实上的社会政治的理想 不是你个人的努力能够改变 刚才我说的法律常转 但是我们有些应对制度 这些应对制度是完解的 但我们总是希望这两者能够同事成质 所以可以追求一个有理想的人生 不能够只是孤零兵地完成自己 这是个人的体验 同时要努力去形成一个理想的社会 和一个理想的政治 在这个论语里面大家看到 孤零兵地说过了所谓的 所谓的妙兽国家主义同盟 不非私人之后 语言随语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基本上就是由人家的法律 就是一定要与人为徒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在人坛社会当中 去成就这个所谓过人 以至到这个所谓理想的社会 然后用孔零兵地说法 天下有道則严 无道則忍 我曾经做过一个演讲 帮这个集会大学的学生说过一个演讲 解释你要说法即是 天下有道則严 无道則忍 无道則忍不是隐居起来的 大家以为是隐居起来的 这个忍是所谓的用词的方法就是 你忍是相对忍 有道的时候 天下一个理想的状态的时候 你就会出来 贡献你的分力量 即使你的力量是微薄的 可能没有那么大 但你都要贡献 参与有道的天下的坚架 这是你尽力的分力 无道則忍 意思是忍的人 就是你不要再参与了 意思是你不要同流合污 这个人现在最基本的一个措手 在天下行动的时候 你就忍了 你便能够做一个同流合污的举行 后来幻子在尽心上讲得更清楚 就是这两句话 穷則独善其身 达則兼善天下 大家只读到这一句话 解成错的 独善其身就是伴随自己的路由 这些穷的事就伴随自己的路由 这句话是错的 前一句话叫修身而见于世 所以在一个不理想的社会 在一个混乱的社会的时候 你仍然不要默奄你的希望 那个奇怪在你自己里 你不要求那个外在社会 能够一瞬间就变成你心目中的 这个所谓的乌托邦 或者理想的世界 是需要从来改变你自己 所以你自己的生命里面 可以将一种理想的人生 应该是怎样的 如果个个都能够过一个 这样的理想人生 就会变成一个理想的社会 所以你仍然要用你自己的人生 来展示什么是道 所谓修身以于世 你用你的生命来照亮 尽可能你照亮其他的生命 这个是你能够在乌 这个叫独善其身 这个是同一独善其身 这个基本上是 现在的所谓的生命点 是有客观和主观的两面 下面我只能够 我从而屋鼓掌 我今天梦仔记得我 我从而屋鼓掌 等过中途的时间 和大家聊聊天 所以我们就进入 毛先生对于政治的思想 最好与他研究专程 但我只能够说一句 当今普通的渔家政治哲学的人 10个有9个学者 基本上都没有继承当初新一家的人 在这方面的思想迷惨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印象 因为他们的文字比较不读 因为他们的文字 他们写的书 大概都是六零年代、七零年代 在这方面表达政治的思考 这些思考也许 并不能进入当今的政治哲学 主要是他们的语言 大家的家人 所以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 在这个地方上进入 继承他们的遗产 但当时新一家的学者 包括这些学者 包括台冠任何中生 除了他们 对民主政治都肯定 但是各有不同的底法 各有不同的底法 我会简单地看一看 大家想去读的时候 可以多一些学义 对于某中生来说 某中生在他的政度与制度 就是在六一年内出版的书 很多人都会说到某中生 说了梁子 什么坎坎不开足民主科 我可以不说这些东西 我曾经一再来提议 不如将梁子坎坎 理解成不是某中生的政治 之后的概念 我写了这些文章 虽然这些文章还没有修订出版 但我当时大力地建议 将梁子的坎坎不开足民主科 这些东西摆开了 某中生是某中生的政治 当然引起某中生很多学生的意义 但我仍然不坚持这样的议义 因为对不到讨论 他这种理之主题的词 我刚刚 并将政治之后的论识 是我白理解 你到底在说什么 当年我知道他说错 但我意义他的重点 不是政治之后的意义 某中生对于民主政治 是完全肯定的 当时西方这一班的学者 对于西方在近几百年 你不可思议的民主政治 是完全肯定的 但因为民主的政坛 我跟郭先生有一种说法 当然不能进入学理 做一个很复杂的道理 就是民主的政坛 它称为民主的外言意义 extensional的命令 无论我们在民主世界里面说的 自由 平等 人权 法治 都只是严释概念 是民主政治的架构所赋予给你的 大家在民主国家里面 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 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的 然后我们用法治 来崗围着 这个所谓的自由 平等 权利 但你真是有自由 是一个名义上给你的 所谓的民主社会里面 你真是有自由 你可能被修为的 社会大众图体的manipulation 你根本没有自由的 虽然你考过 是我自己选的 我投川普一票 你真是有自由的 我投串勾一票 我把英国的 民主社会大众图体的 我投串勾一票 你所有的都是被manipulate 你真是exercise你的自由 所以在民主政治的体制里面 它只是一个架构的表面 刚才叫做理性的架构的表面 它自由平等 权利法治 都只是形式的拖延 然后呢 即使是这样 但必须的 对于某中山人说必须的 因为它唯独是民主政体 能够充分肯定 政治权力 大家知道 政治是exercise 所谓的power的地方 power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因为这是民主的生活 power可以是 管控我们每一个人的 所以这个政治权力 这个所谓的political sovereignty 其实应该是公有的 是每一个人所有 所有民主政体 是唯独是一种 人类在历史中 磨索出来的政治体制 是能够充分地安顿 政治权力是公有的 这个道理 用中国现在的方法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而不是一阶一盛的天下 这是他们民主政体的一个体法 但他认为民主政体的精神 民主的精神当然就是 用每一个个体 能够fullly realize的自己 和他称为民主的内容意义 他用中国智语诗的说法 就是各负民 每一样东西 回到各一样东西的本身 用一个社会来论 民主政治的最后的成就 是每一个人都能够 各随其身 各省其胜 以及各隅其林 这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 fullly realize的自己 然后用一个 这个所谓的例外面的说法 就是又有所欲 重有所欲 老有所安 这是一个瑜伽的理想社会 他认为这是民主的路容意义 他的intentional meaning 他认为中国的瑜伽 和民主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真的这么大 我们理解现时 总觉得现时是帝制的意识年线 但从梦中山的一个学者 包括黛文艺 徐国馆 甚至前幕 余英诚的看法都一样 现在和民主之间的 可以comparable的地方太多了 当然不用梦中山的 哲学大的事后 就是在这个民主的精神里面 现在的所谓天下为公的一种想法里面 其实 然后这种物货物的一种想法里面 由每一个个体都能够成就自己的生命 这种中国字样的理想里面 其实是合乎这个所谓的民主的精神 但是现代民主政治 基本上只是focus那个民主政体 就是我们指强调那个架构的表现 讲自由 讲所谓的平等 讲权利之下 一个认识概念 他认为这个就是反政治主义 在它的政道时度上 吸引了一种最强的批评 这个是反政治主义 所以当民主政体回到民主精神的时候 就一定要回到那个民主国家的文化底层里面 就是说民主并不是独立于文化 那个历史文化传统的外面 不是抽出来的 所以所有成就成为民主政体的国家 都建计在一个和文化无关的生活状态 或者文化的一个所谓的历史文化传统里面 这是梦中山的一个 他们那代身而下的一个最明显的立场 就是民主政治的落实 表现的方法 那个民主政体是介绍的表现 但是民主的精神 那个所谓的manifestation 在那个民主介绍之后的进一步的表现 其实是要回到那个民主国家的文化 传统的底纹里面 所以如如今的讲法 那个民主精神就是八国父母 就是所谓的国税其身 国色其身 国税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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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梦中山对于民主政治的看法 但是最后呢 最后呢 那个文化的随着这个史文化 如何能够进一步充分成就这个民主政体 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社会的合理性 这个所谓社会文化的交友的重点 其实梦中山那个年代已经看到 民主政治最大的问题 就是民主主义 他们明知的 就是民主政治最大的问题 就是公民素质的问题 今天民主政治受到四方八面的挑战了 就是公民素质太差了 所以你看看梦中山在中国最后十九广面 是怎么说的 他说 对我的判断 只要人间不是天国 不是上帝的王冬 只要人间需要政治 就是民主政治 就是最后一种形态 有人将他做 不拘家马的 这个所谓历史的终结 做一个比较 但是梦中山 如果你识悟的话 最后一种形态是指 我们摸索出种种不同的政治形态 包括这个君主的 独裁的寡头的等等 甚至是古希腊 他会欺骗那些所谓的 波测的民主 而到现代民主 但是只有一种民主 为什么最后一种形态 只有一种政治形态 我做了中山的理解 是最后有安顿政治权力公有的 这种安顿 而这个安顿是需要靠一个架构 这个架构就是 即使是形式概念 都需要假定 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平等的权利 用瓜子来光维 这个所谓的 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 这个权利 所以他认为这个是这样的形态 民主政治一旦出现成为一个政治体制 就有它的永恒性 仍然是体制 它和民主政治的架构 的表现上 将来的进步 不再是政治体制的改变 当然他在说的进步是哲学家的进步 不是历史的 历史的定位 用黑毅的历史总会 用他的亲人来和他开玩笑 历史是可以倒退的 我们在那个面范 这不是说的延兽历史的面范 这个是说的思想上面 没有东西是能够 当然是能够承认的 但将来的进步 就不是政治体制的那边 而是社会内容的合理法 即是如今还在这儿 除了在民主的内容意义上面 如今强调的教化公民 仍然可以培养有素质的公民 这是共产党他们认为 就是当民主架构 政治值根在中国文化的好友上 他必须用如今的教养 即是你做一个顶天立地 现在追求的为 为将在夸张 为天天立心 为生命满命 为往性戒绝望 为万世开太平的 这种教养 甚至乎不是那么高级的 这些知识分构的教养 你都要安徒敦扶人 能够孝顺父母 有一个兄弟专严敬佬 表示你对于别人的关怀 这种care很重要 care你就不会看到我和你这样说 只不会看到我和你的贸债 只要最多看到我和你不同 但我可以包吻你 这个是如果大家对当今的 feminist ethics 所谓的女性主义论理学 甚至于feminist politics 一种女性主义的政治学 有一种了解的话 你需要关怀 其实很介绍他 在那个政治生态里面 比起我们的理性 可能很多地方更有用 有时候 Anyway 这就是社会论法 你看到王冯三对于 如何结合 渔家人和民主政治 是有自己的一种思考 我再多说一句 多个一句 就是这个多个新年家的学者 对于民主政治 如果要不产生他的毛病 当然公民素质的提升 是很重要的 社会教化的公民 不一定是政治 一定不需要政府做 因为新年家人知道 研究社会里面的社会的组织 的国众园和社会组织 那些组织可以在国家里面 统一起来 那些组织本身 和所扮演的社会 公民社会里面的责任 和政治的执政者 所谓的政权之间 可以是分割作的 所以那个社会教化功能 不是政府做的 不是由公民上的 所以是由公民社会里面的 社会组织 套餐的做法 包括三马逊的办法 就是职民地时代 幻一所中文的大学 这些所谓的教育力 是能够培养一个有素质的公民 然后能够充实 这个所谓的民主政体的 一个所谓的大学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这是博中山的所谓 这也是博中山的 对于民主政治的看法 但是在这个地方上 所以今天我们整个讲 这个meritocracy 大家讲政治之外 讲这个政兴主义 或者所谓的 和民主之间 好像放在一个 意得饿的想法里面 但是大家要跟得比较终 大家应该知道 今天有些人提的 elitist democracy 和 liberal democracy的对外 精英民主 和一个所谓的自由民主的对外 已经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要去思考 一个民主要健康地维持 那个公民素质 以至到有某些人 是特别是政治的精英 其实是需要的 所以这个必定 放在一个道路里面上 这个是大家可以想去思考的 其实在这个地方 讲得比较少 大家要跟一个哲泻的角度 才看到某中山 对于精英主义的 他就肯定 但是如果你和唐君毅的民主 唐君毅都会肯定民主 他肯定民主有精势 一个就是check and balance 制衡 所以民主可以防止 最差的情况之间 可以防止冷决 这是唐君毅是对民主政治最有批准的地方 但是他对民主政治最大的批评 就是民主政治 这种所谓的形式 概念他和河泽先生说 自由平等权利的形式概念 是会令到公民的用逐化 你不能够承认那些社会 你某些人对于一个社会的贡献 他自己的成就 是价值还是高于另外一个人 这里没有所谓自由 没有所谓平等 可言入 你必须承认那些价值 你一个高的 这个声音 这是他的思考 当年他花了九个月的时间 在美国周围去做一个科学 回来之后所写的文字 在生亚诗院做的时候就会演讲 最大感觉就是 美国人是一个异化的疏离的社会 另一个就是美国的一个平衡法 当你不断推广自由平等的时候 你经常看不到社会上 一些人的人格的价值是高于你 今天是这样 大家看到香港的恶果 当你平均之后 追求自由平等之后 家长和恶果老师 家长老师怎么教的 他在侮辱教育工作者的专业 他在侮辱教育工作者的专业 他看到我和你一样 我和你一样 我和你一样 我们是自由的 我们有平等 我们有权利 我没有说家长监督老师 这个平等是不应该有的 但是这个社会中 好像叫他钟摆 打到他的钟度 如果极点摆到另一个极点 我做学生年代 我的妈妈看到老师 老师其实是鞠躬的 老师找个儿子 还议他 你很好教他 你打他都行 我常常看大人 从小到老师打到打 现在不行了 然后家长就说 我平等 我们是有权 功课多一点 有投诉过老师 功课少一点 有投诉过老师 功课出不差 有投诉过老师 不如自己教 这就是你承认老师教育专业上的价值高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患 在一个所谓的患政治的思想底下 所带来的negative的结果 唐先生对这里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思考 除了潘先生对于民主政治的看法 大家将来也不再读一下 他的重点在哪里 就是他很重视民主的形式 即是投票 刚才说这个公民投票 是哪个票给哪个民主唯一的方式 但他很重视那个所谓的投票过程 然后大多数票过程 但隋国官先生之所以重视大多数票 是他有一个前提的 就是在民主社会里面 小数派里面有翻盘的可能 其实就是强调什么 就是民主的delimeration 这是隋国官先生的民主政治的一个 很强调 就是小数派里面可以说服那个多数派 因为政治是讲人数的 跟学术是不同的 隋国官社那边 就是政治与学术之间 学术不是讲人数的 是讲这个所谓知识的 所以一个数学家 他对数学的理解可以超过一百万 一千万 就是一亿的人 但是在政治里面是讲大多数的评议 所以你作为有政治严谨的人 你的责任就是要说服其他人 虽然在一时之间 你说服不了其他人 你是小数派 最后通过是大多数的意义 但是你总有说服别人的可能性 这个就是他对于民主政体的 所以东西生理家的不同 学者对于民主政治 都是肯定的 但是呢 是由各自的责族如何不同 最后用几句话 给大家理解一下 所有的生命的学问 奥中生理学问 其实是鉛定在理性的这个概念上的 所以有些人认为 奥中生理学 隋从本室会前部 这些是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 就是西方的说法 是一些 或者一些文化民族主义者 基本上是肯定为中国重用文化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 对于奥中生理学 中国中华文化之所以伟大 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他们绝对不会接受这个字 所以他们不是只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 他是一个哲学家 他必须能够从一个理性的高度 来肯定中国文化过去 虽然有能力的地方 但仍然有正确的地方 仍然有今天我们能够参考 有所谓的对我们有啟发的地方 所以奥中生曾经说过 我一心可以说 他不是为中国文化变故 他说是为人类的价值 的标准 和文化的方向 不只是中华民族 是人类的价值 的标准 文化的方向 与奋斗 去伸展理性的一个经过 所以你看看这句话 没有一个是和中华民族 是一个限制的文化民族主义者 所以唐君毅的华冯先生 或者华冯先生 是有一个哲学家 是一个文化的文族主义者 没有问题的 这是他存在的实存心中所给他的 另外他也是一个归宗于瑜伽的一个学者 也是事实的 即使他受西方教理念 最后的文竟然在瑜伽思想里面 所以这三重身份 是交涉在他们的 交光护影在他们的思想当中 但最重要的仍然是一个自由家的身份 是一个深张理性的身份 所以必须在理性上说服 自己才能够归宗瑜伽 最后才能够成就一个浅学家的高度 这个很难做 大家举一个例子 19500年 中华文化学世界书年出版之后 他本来写给外国人看 有翻译成为英文 所以只能够再生雜誌 民主评论翻译中文文化表 有一个很枯致的过程 中间和英国的三教 我曾经写过文章 最后出来的时候 大家知道哪一个最先究竟他 不是外国研究的汉学家 或者西方的中国研究 而是山田杜丰山 是荷兰的三学家 用这个1958年的宣言 并且当时在杜丰山 翻译了部分1958年的宣言 并且开了讨论 杜丰山的文字 后来杜丰山再写 两个道统正统与学统 三统并且到蔡仁岳也写过文字 杜丰山也留意到 杜丰山当时有一个很敏略的观察 就是去到蔡仁岳的文字上面 你学生的文字上面 表现出来的 是一个民族文化 民族主义的立场 非常多 但是毛中山不是 毛中山是中国的愚家 他有宗教性 当然是因为那些 神学家比较关注的地方 是他有一种哲学的诗辩 理性的高度 而更加是一个文化 民族主义的立场 这是很文字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所谓学者之间的办法 最后那个理性 所谓的伸张的理性 理性是什么 理性我们今天的理解 西伯斯是理解的 就是理性 或者Rationality 就是一个思考和思辨的过程 但是大家要知道 我们今天习惯的理性 其实如果简单来说 我们理性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分析的理性 就是理性的分析使用 一种是理性的辩证使用 我们今天比较少说辩证法 因为大家在讲辩证法的时候 大家很喜欢 但是理性的分析作用 其实是不会增加一些东西的 理性的辩证使用 因为它只是一个邏輯的 一个行免关系的偷建 就是将电视搞清楚 但是理性的辩证关系 就临落开拓思想 因为在正反合的过程中 思想斑断地向上提升 所以唐君先生曾经用乾坤之道 来给予理性的分析使用 和理性的辩证使用 大家可以评论 理性的辩证使用是乾道 理性的分析使用是坤道 他称为理性的乾坤两道的使用 所以我们今天用片面的了解 所谓的理性就是想得更加清楚 观念世界下的电视面更加清楚 这种所谓理性的分析性的使用 可怜性的分析使用 其实并不能够同尽 理性这个可怜的体温 这已经是一部分了 西方的辩证性的理性 其实也是一种精神性的提升 所以它不是完全是一种 概念世界中的思想 它会与一种 spirituality的提升 这基本上是在辩证过程中 所以多凡凡是用理性的概念 其实它不是只是讲 reason 不是讲 rationality 而是限制 spirituality的层面 就是中国之后的胜利 反过来 中国人有很多理 如果你对比西方的理性 我曾经做过一个演讲 它将西方的理性观念 和中国的理 这个观念做对比 中国没有理性的观念 对 有性理的观念 有原理、有空理、有事理、有恶理 等等 这些观念在祝福之后 所以这个性理的观念 这些所谓的理性的体验 当然是生命的一些可以外用 然后可以走过西方哲学所说的 reason 和文化上来 这个才是理性的 它们使用理性的观念 比较丰富的意义 主要是在生命里面 我们需要理性 因为我们要体验我们自己的人生 我们需要在这个 用何中山讲法生命的理 在自己之后 无可避免的理期 自己要复归自己 要摩顿自己的生命 我们需要有一个专理性的生命 是广义的理性 不是有理性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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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胜利 我们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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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探索自己人生应该要走的路 这个当然就是 然后我们很敢坚持在这个路上的走路 这个当然就是 主观面的生命学文 需要理性 黑观面的学文 更加明显 大家只不过看不到 一个形式概念 给你的自由 平等 和权力 在哪里显现 你要exercise 它才显现你的自由 平等和权力 你exercise 它就需要理性 只有在理性 即是广义的理性 我和你才是自由 因为我们不受到 我们的biologics 我们可以看我的理性 思考我的人生是如何 甚至乎用一个最极端的例子 我早已讲过 就是你可以杀身成人 写身成人 写身成人 你可以完全跳出 你那个问题的决定 怀身未知的决定 你才展示你的真正的自由 当然在当今政治自由 大家用短线说 大家说这是积极的自由 很危险的 但今天已经有很多人 开始重新思考 positivit freedom 这个概念 究竟有什么用 Anyway 你是真正的自由 只有当你表现你的理性 你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和你一起 什么是平等 当然 平等就是投票的时候 平等 投票选中 我们平等 选完之后 我们就平等了 因为社会地位 身份 全部都平等 只有当我们在理性的面前 我们是平等的 即是在辩论道理的时面 在体悟人生的生命的道理前面 我们是平等的 即使你百万苦用 但你对于 你说道理的时候 说不通 你仍然是错的 我说道理 说得通 我仍然是对的 只有在这个地方上 我们是平等的 只有当你exercise 你的理性 你才会显示出 你对你自己 是你自己的主权的拥有 你的personal 你的individual 你的individual 你的权力 不是给你 我家里 别拆了 我告你 不是 你真正能够 exercise 你的individual 你才能够 移院出来的权力 权力 到权利 这个观念 所以在一个民主 所谓的 充实的民主 介统里面 亦都需要 尊崇理性 然后才能够 达到真真正正的自由 真真正正的平等 真真正正的所谓的权利的观念 然后当然这个过程是需要努力的 需要社会文化的教育 所以反正我说 一个形式概念都是必须的 即是它起码可以保障 即使是认识 但保障你有自由的 平等的 权利的 直到你慢慢摸索 在社会文化教育 若成一个九素 即是光明之后 你慢慢再去摸索 和exercise 你一种真正的 这个所谓的民主政体 所赋予给你的自由 平等和权利 这就是 为何最后生命的 学民归宜的地方 永远就是 有三个字 就是专理性 这个概念 OK 我想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都是超过的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我想大家 都忘记了时间过去 我刚才问过一些同事 就是我们最多到九点十五分下 因为EMO就会吃冷几个月 我刚才都问过同事 可以再呈相给多十分钟给我们 那我们可以有更加充分的时间 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 和陈先生请教我 我先说 先让大家轻松一下 陈先生老师 我未有特权 问他几个问题 先开放给大家 先让大家 轻松一下 我自己都和陈先生一样 其实是没有机会 直接去上过陈先生先生老师 但我有两个啟蒙老师 都和陈先生有很密切的关係 所以我在中大教学 是读书的年代 感觉上陈先生其实是很近的 第一个老师 就是我的啟蒙老师 就是陈特先生 陈特先生当然是 生下最早期的学生 他也是受医草木 唐归艺和草木 我很记得陈特先生 在他的生命最后的阶段 就是2002年的时候 我刚刚那天回来中大教书 他的生命在最后阶段 因为他02年的12月份就过生了 他当时已经放弃了治疗 有痕症 我记得当时 我和我每隔两个礼拜 就去找陈特先生聊天 其中一件子说 他已经生命在最后阶段 我很认识 他会回到陈特先生的交往 陈特先生和陈特先生是很不同的 因为唐先生和陈特先生很尊敬他 在他面前自自然 很多话都不敢说 但和陈特先生 其实是什么都可以敢说的 他说的很有趣的经验 欢迎回到陈特先生的说法 他说他五十年代 跟陈特先生聊天 当时年少气盛 没有女朋友 男孩 陈特先生说 有成需要那样怎么办呢 就是问这些问题 当时陈特先生说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人就好像调义那样 能放能收 意思是说 不需要需要我们来研究现在 但我们的生理上的需要 都要能放能收 所以其实 陈特先生说他 在他的生理学问那本书中 他说他自己在三十年代所谓走息那段说话 其实你能见到陈特先生 其实他虽然是一个异见者 但其实他有很开放的一面 这是第一个经历 另一个对我政治智慧的啟蒙老师 就是石研康先生 石山和陈特先生的关系 其实就更加密切 因为其实陈特先生就是石山的后父 就是因为刚才说的 其实石先生的妈妈 后来就嫁到陈特先生 所以其实我和陈特先生的关系很近 所以他现在都经常会聊天 其实一起交往 我经常在他的口中 大家喝茶吃饭的时候 其实他会讲很多陈特先生的故事 他说他的精神不止一次 跟我提及过一个陈特先生的经验 他说陈特先生的生人是很朴素的 他对陈特先生的生活的享受 是几乎是一个很纯粹的哲学人物 你看到他晚年住在土瓜环的堂楼里面 然后其实他的生活是很朴素的 甚至年纪那么大 因为他的堂楼是没有电梯的 所以要走上走下落 然后石山曾经他说 其实他很多次问陈特先生 你怎样在生活那么朴素 那么艰难的时候 怎样可以坚持做学问呢 怎样可以一路都 这一生人面对这么多挫折 都能够可以坐下来做学问 我记得石山经常跟我分享一段说话 他说陈特先生经常跟他说 每一次读书 每一次看这些重要的哲学作品 他说他都有所得 有所得 其实思想和哲学的追求 对他来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因为每一次每一天的思考 每一天的研读 其实都是令他的生命 都是我所增长的 所以对于外人来说 好像追求学问是很外在 很闷 有些可以为生计人做的事 而对于茂先生来说 这个本身 就是他的生命的一个 学分割的一部分 我自己印象很深 因为石山不止一次 跟我提到这句话 其实帮生命的学问 这句话做少少转脚 OK 回回正题 我想让大家轻松一下 回回正题 我想问一下郑先生 请教一下他几个问题 几个问题都是关乎 瑜伽和民主政治的关系 刚才说郑先生也提到 我将这个问题分为几个层次 都是在关心 因为新瑜伽之所是新 我理解刚才提到1958年的文化宣言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他们认为 现在思想在现代 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里面 现在思想仍然有新的 其中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新而家那几位学者 都肯定民主政治的重要 而他们同时都觉得 民主政治和现在思想很有关系 或者现在思想没有必要 如果我们知道 追求自由民主的话 没有必要去放弃 现在思想 或者放弃我们的全国文化 我想这是新而家思想 新而家的学者 和现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学者 其实有个几根本的分别 我一时提出我的疑问 请教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 看他的这本书仔 他所谓刚才提到 《关于生命的学问》这篇文章 收入了这本书里 其实他 我昨晚特地再看这篇文章 毛泽生先生有几个很重要的点 第一个点 他觉得现代中国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追求民主建立 所以他觉得 现在对中国来说 其实今天还是一样 他写这篇文章 五十年代到现在还是一样 就是我们想追求 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他觉得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任何 他肯定这一点 他肯定民主以科学 就是如果中国要走向未来的时候 民主以科学是值得肯定的有价值 刚才都讲得很清楚 又他摔了个点 就是说 但是民主以科学 在中国之所以不能生根 是因为生命的学问的丧失 而他认为生命的学问的丧失 就是由去到明末之后 明末之后就清智开始 整个中国的学实界思想界 就已经失去了一种生命的学问 而其实他会觉得 刚才陈生说 生命的学问是所谓的主观面 和客观面 主观面就是奥运的修身 就是耐性的部分 客观面就是民主建立的部分 他的想法就是 要令民主在中国 甚至在香港的生根 我们又要恢复这种生命的学问 而他觉得真正的生命的学问 就是来自于现在的传统 所以我看这边 其实茂生其实有很重要的 就是民主政治是我们想要的 民主政治要在中国人发展 就需要一种生命的学问 而这种生命的学问 就不能来自于西方 而只能来自于现在的传统 所以我们要民主 其实就要回到生命的学问 回到现在式的生命的学问 其实我看完之后 我想以我没有理解这个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argument 我不太明白的地方是为何 为何民主政治的发展 需要一种愚家式的生命学问 去表达或支撑 究竟具体的内容是甚麽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又有这个问题引伸出一个 我自己一直都几个匹数 都很近的机会想请教 就是家里的思想 新移家经常会说 现在是未过时的 现在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 即所谓现代化的 即走近自由民主的过程 还是很重要的局势 甚至如果现在不是 还是已经事先当所谓的油云 其实很重要的 就是它要介入我们的社会 或者令得它valent 跟我们的世界相关 我其实有个问题 就是究竟在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里面 或者在香港的民主化的过程里面 其实现在扮演什麽 或者现在曾经扮演 所谓的港台新移家的学者 或者他们接受新移家的朋友 其实在台湾1960年代 欣慧光他们讲自由中国 在香港创办的民主平民 究竟现在思想在港台的民主化发展里面 起过什麽作用 或者如果将来的香港民主化发展里面 即香港未来的民主化发展里面 现在思想是可以起到什麽作用呢 那关于将问题 放在中国的contact之下 这是相关的问题 这是大义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都是相关的 暂时郑先生提及 我肯定哪有哪有 因为我自己是自由主义者 我想提出一个我对于 现在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可能的将来 而我到现在其实我都觉得 不是那麽容易地 deal with 虽然很多现在的学者 包括博物生觉得 包括曾经包括义英士先生 都觉得现在和自由主义是compatible 如果大家不同意 可以反驳我 我相信民主政治 我相信民主政治都有两个basic的价值 如果说民主政治 我相信两个basic价值 第一个是自由 第二个就是平等 平等大家都明白 平等就是体验在人一票 主团在民在人一票 所以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 所以如果我们讲自由民主的时候 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肯定每一个人 不管你的阶级性别 知识水平 大家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这是第一点 第二当然自由主义 很重视自由 这个不需要求 而自由体验在一个 自由也不抽象的 很具体体验在我们的 生活方式上的选择自由 信仰自由 当然在政治里面 我们可以有自由选择 我们的总统或是法会议员 所以自由 要对自由主要的自由 体验在我们生活的不同的面向 好的 其实刚才郑先生说 郑先生的民主精神那一点 我觉得都是体验了 他就体验了 麦各负麦 各谁其身 各色其胜 各晋其能 这个就是 我理解这段说话 背后有一种对于 个体性的肯定 因为各谁其身 各色其身 如果我们不会有自己的 角色 自己的性格 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 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 每个个体各有自己的角色 所以我们要尊重这种 个体性 当然自由主义很重要的idea 例如Jace Newell 会讲individuality 就是个性 所以背后的想法 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 的话 自由主义的理想就是 我们要吸引我们每个人 都有充分的自由 吸引我们每个人充分的自由 认得我们可以自由选择 自己想过的生活 当然 我们今次今日香港 大家很珍惜这件事 由我们现在觉得很痛苦 就觉得我们这些自由选择 当然要理责 所以你会见到自由主义的理想 民主政治的理想 必然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因为容许大家选择 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 社会必然是一个多元的分殊的社会 而这裡既然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当然带出来 刚刚说唐先生的规定 或者其实西方的思想家 很多人都会在自由主义法律里面 都会有一个不满的 尤其是从一个所谓文化的保守 或者文化精英主义的角度 即是说 如果大家不管什么背景 大家都可以自由选择的 那些所谓好的生活方式 好的价值 好的道德 好的宗教呢 就会平常化 就会相对主义化 甚至会所谓的虚目主义化 这个其实很多从文化保守主义 或者刚才我所说的 我的一个角度 它会对于所谓自由选择 暴致的这种多元性的一种不满 其实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就是说 现在思想 其实现在思想对于人应该如何生存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即所谓人与礼 其实是有一个很清楚的ideal 即是现在的理想是有很清楚 对于世界应该如何安排 人制关系应该如何安排 我们不管安身立命 如何来胜为往 是一个很清楚的 一个很sustainable 很具体实质的想法 而自由主义其实 你可以说是堕落 但自由主义其实是觉得国家 觉得政治 不应该impose某种特定的理想 特定的生活的ideal 在所有人身上 而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个性 尊重每一个选择 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构成 现在作为一种理想 现在作为一种世界观 或者价值观 政治观 它会和自由主义之间 是会有多强烈的内在的cension 在那里面 即是说 freedom和我们想用唐10年 说什么 就是现在是一种perfectionism 一种完全主义的model 而自由主义 肯定人的个体性 肯定人的平等的权利 的话 两种之间会有cension 这是我上次看出来的一个质疑 最后一个问题 对不起来看 相关的 对不起 你给他可以选择 因为我认为很难得 我和陈先生很多年 没有机会训练这个场合 对话 反正既然那么难得 大家浸钱 刚才我播过那篇片段 茂山说了一句话 他说其实康德的政治哲学 康德的思想 康德的道德 道德主义 道德官 就是现在的道德官 这个是很有趣的 就是说 你知道茂山是 以一人之间 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本 而茂山是不懂的 而石山曾经跟我说过 茂山翻译康德之后 很痛苦 以后不想做翻译 太辛苦了 要做翻译 我其实有个puzzle 我真是很想请教你 因为康德在自由主义的传统里面 其实康德是一个分达 康德是在西方的啟蒙民族代表 亦是自由主义 即使他们今时今日 譬如当代的政治哲学里面 例如John Walls Robin Nosek 这些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 都是觉得要分达到康德 而康德是很肯定人的主义 肯定人的选择的那种尊严 很有趣地 和刚才的问题相关就是 为何茂山会选择康德 作为与现在思想的对照 甚至要重构 现在思想在现代的相关性的时候 为何他那么厉害 会觉得康德是一个 那么重要的一个参照系 可以拿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去重新建构一个所谓 现在的能力的独得体系 以适应这个或者回应 如何连续的挑战 好 提供问题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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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问题 我刚才一直记住 第二个问题是 生命已经将民族政治 生命的分子 那句子很简单 你加一个 加一个字就是 因为我想 古葡萄寨的误解是来自 他觉得 所有的族群 或者所谓的所有的民族 建立这个民族国家 都需要瑜伽的生命的学问 作为他的根据 你这样解释的时候 这句子是nonsense 因为他连瑜伽都不懂 怎样有瑜伽的生命的学问 所以你如果将这个事实加成 中国的移植西方的民族 或者学习西方的民族 或者学习西方的民族 整体的时候 必须要静根在 中国瑜伽的生命的学问 这个概念 或者专理性的这个概念上 这就会完全容易理解 其实所谓的生命的学问 其實他最後回到他整個西方的文化的監製 去討論的 和一些純粹說反政治主義的政治治療家是很不同的 這個是技術性的討論 這是第一個 所以加過就可以了 他沒有說過所有的民主政體都要靜靜在現今的生命堂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比較複雜的問題就是 香港 台灣 和中國大陸 現在在他的民主法過程當中參與了什麼 我就只能夠這樣說 第一 香港是沒有的 我已經說過一次 有訪問過一個 我說過很長的時間 因為新愚家在香港其實是一個告客 你看看吳東三先生的電視錄影 他已經說過了 如果大陸將來恢復中國傳統文化尊重 我可能就在南京大學 北京大學 這個教師 我也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 所以香港中文大學能夠埋聚二十世紀 閃閃發光的民主戰略學者在這個機緣口下 香港進入一個殖民地時代 能夠變成一個匯聚二十世紀 所有的民主戰略的精英 在香港這個島的地方上去講學 然後成就香港中文大學 這個所謂的人民學術的底蘭 其實真的是一個歷史的機緣 同樣是台灣的機緣 也是台灣的那個人民學術底蘭的機緣 所以香港是沒有的 因為對他們來說是過客 所以他們沒有直接參與香港 但是你要知道香港的民主關係是甚麼時候開始的 是港英跟別人走前的這個區議會選舉 一直到今日 那時候他們已經 唐先生已經走了 毛先生其實已經徐徐腦異 他晚年的時候 最關心的原因是自己學問的一些討論 他們也不是一個所謂的涉入 介入一個所謂的政治行動的一個行動來的 一個人 這是第二個 至於台灣 我就不敢說 台灣當然大家想到台灣民主黨 想到英海幫這些所謂民主自由的鬥士 自由中國等等 這些說法 但事實上民主評論 亦都是全般的一個雜誌 所以江貴珊現在在台灣的民主化裡面 他跟那個自由主義者固然有別論 但大家都肯定民主 不過他覺得自由主義者那些民主 其實太單薄了 或者剛才說的 太單薄了 而且說得太幼稚了 所以要完全否定中國傳統文化 是說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最下無法 直接在一個中國傳統文化的 一個所謂的土壤上面 所以他們有些差別 有些互相的貢獻和批評 但在整個台灣民主化裡面 這個瑜伽學者是否沒有發過聲音 並且沒有任何的具體貢獻 我有一個 我覺得是不是的事實 都是這個具體的 怎樣產生貢獻 這個需要有一個學者去做一個研究 但是大家知道 徐服官和這個台籍人士的交往 現在越來越多人都說 是很多的 很密切的 所以這個我想也不是完全缺席的 至於中國大陸 大家應該知道中國大陸 當然在1949年之後 因為共產黨宣稱它是五四新文化 即是反傳統文化的真正的繼承人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波四靠 這個所謂的批評風紀主義 這個所謂的傳統文化的 壓在中國人民上 除了帝國主義 另外就是風紀主義 所以基本上傳統文化是否定的 這種情況到1980年代初 才慢慢改變 即是隨著經濟開放改革 傳統文化的重新虎隔 就開始改變了 一直到大概一兩年之前 現在是完全肯定的 因為之前還是我們叫做 油膚皮靶半遮臉 我們要靠傳統文化 但基本上到今天是完全肯定的 因為已經寫入它國家的文件裏面 因為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 是中國社會主義建構的一個 組成的很重要的部分 即是它要協助傳統文化的力量 來面對當前所有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經過很漫長的時間 但是80年代後 到美國在1989年的文化事件時 大家知道為何當時出現的時候 可能被稱為第二次遷积運動 就是因為它在80年代初到1989年的時候 中國思想界出現一個非常活躍的 一個所謂的百花齊國的時代 包括金洋的走向未來松書 包括金洋發熱的西方學上文庫 金觀圖的走向未來松書等等 也包括湯一界的中國文化書院 所以這些中國傳統文化 其實都不是很參與在所謂的過程當中 當然八九之後中國大陸就變成香港改革 不過今天有些人講的問題 就覺得比較敏感 但我覺得沒所謂的 這是一個我個人的學理性的觀察 所以事實上中國大陸中人是需要套瑜伽的文化 包括瑜伽的概念 來令到國家不夠再兩次發展 所以有些人覺得馬斯主義還在 當然馬斯主義是要玩的 但有一段時間 馬斯除了社會主義的招牌之外 他基本上整個生活 國家的經濟 開放的市場 都是事實主義的 然後他那套語言 包括鬥爭 這個所謂的光射 這個街頭的矛盾等等 基本上除了官方的文字之外 其實很少能夠在 這種意識難言 很少能夠在一個公眾生活中 能夠發生他的作用 所以他需要有一種新的語言 所以你看到瑜伽的語言 包括和而不同 即他扮起之後變成韓國 和而不同 小康的社會 然後這些所謂的 這些瑜伽議員都紛紛地出台 之後他需要借助傳統文化 我只是這樣說 我們當然希望最後中途 會走向一個更加好的 更加開放的 open 的 一個好的 一個結果 但起碼今天 無論實際的實際上 看到多少的所謂的困難 但起碼領導人都是這樣說 即是說我們要愛民 給民之所 這是瑜伽式的說法 即是說瑜伽式起碼做到 for the people 和of the people 至於by the people 什麼時候 我們再來一波一波 因為你很難 這是現實政治 是一種所謂的角力 和所謂的變化環境當中的 一種策略性的考慮 但我總相信 如果真心地 做一個瑜伽的of the people 和for the people的一種想法的話 中國會走向一個更好的地方 我曾經在一次方法裏 很公開地說 現在對於今天中國的貢獻 第一在政治語言上 除了意識形態語言之外 可以運動原來政治語言 用得多 你可以說假借的 這是霸道 沒問題 反正覺得 九假而不歸之其非有用 霸證都是假人意而行 假假愛用的真 這就是一種想法 黃黑的牌子當中的現實國時代的 一種想法 你賣口頭上 你要掛著這塊招牌 你就要受這塊招牌的 那個Nomativity的一種影響 這是第一個 所以九假而九假以之其非有用 第二個就是一個所謂的正教育 教育其實影響人生很大的 一個地方 所以很多人要做改變教育 十年之後 一代人的想法就會完全改變 事實上是這樣 所以大家要警惕教育的改變 教育一代人就會改變 所以如果瑜伽教育 現在是想法 在中國大陸落地生根 一代二十年之後 就有一些真正信奉瑜伽的東西 我在大陸廣告的時候 見過很多大陸的 top的大學校 大學院學生非常聰明 有些人有些人 而且是心以誠服地相信瑜伽 但你要知道瑜伽是一個兩人建立 一方面他講恐慮關係 可以維持一個穩定的社會 另一方面瑜伽的批判精神 在中國歷史上從來都沒有缺席 如東漢的泰學生運動 宋代的學生運動 明代的東漢運動 一漢牽著洗激條件 如果擺放政治理想高 他其實要批評 黑暗理性的力度這麼大 所以有一代的人 能夠進入這個政治體制 也能夠改變那個局面 所以我們必須要一下子 用一個抽象的概念來批評 這是大家說任何之後 都應該避免的 因為說抽象 你不是在最高的地方 是很容易避免的 你不照顧現實 你所有的力量都是假的 都是高的地方 如果你照顧現實 他必須要引導力量之外 必須要曲袖現實 做一種策略性的發展 這是所謂的 realization 過程中 無可避免的需要 所以我想說 現在是會發揮正面的作用 如果我們繼續推廣人家的話 然後起碼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我們會有更好的情況 至於快樂的地方 這是體制的問題 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多說 第三個問題就是 自由 story主義的問題 這是講瑜伽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只要有機會 剛才周古叢所發揮的問題 我全部都想過 所以我不是馬上做 這麼快就反應到 我全部都想過 我講一下 他在大學時代 我的學生 就是領向我老師陳達 石玉康和劉昌 其實這些不是我大學時代 是我回來中大教學 之後領向我人比較多 陳柳先生比較親近生意界 他的思想對於生意界比較同情 但即使某中生是他的繼父 在石玉康的繼父 石玉康老師對於 因為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所以對新年家是沒有好話的 他很欺負的 我非常強行 另外一個講瑜伽的老師 劉昌明 亦都是對新年家沒有好話的 總覺得 由新年家 關注某某財先生 全部都不行 他們兩個是一個 最好的辯論對手 特別是劉昌明先生 是一個最好的辯論對手 我的學問成長 剛才我講 舉個我個人的意思 除了一個跑步的人 我現在還沒找到 他跟我一起跑的人 人會墮落 他會罵 所以有一個跑步的人 跑過了 我就先追上去 這是很難的 你的學問要進步 真的需要找那個跟你一起跑的人 現在我也找不到 很可惜 但找一個辯論對手也可以 是不同的 搶反調 我當年 九年入來 中大一個教育年 九歲的時候 頭幾年學問的進步就是 取編於成人有空沒需要找成長先生 或者找學昌營先生 特別是學昌營先生 他總是批評辯答 由最簡單的開始批評 我跟他辯論 辯論 辯論 各種各樣的挑戰 你能夠回應他的時候 就必須要托深 能夠托深你對現在思想的理解 所以現在的多元主義的想法 其實我很在之前印象過 這是一個討論自由主義時候的想法 但周寶松很在也知道自由主義的問題 如果把自由主義理解成為自由主義 就是表示每一個人都可以 對於自己認為是理想憑風的人生 做一個自愛的界定 這就是自由主義 他永遠有危險 就是極端的相對主義 虛暴主義 然後墮落成為一堆 因為我喜歡過一個 生活溫落的 走色的生物關的鬼事 這是沒有自由的 我喜歡選特朗普 因為他答應當選之後 給我好處 有什麼問題 我是霸人至上主義 有什麼問題 是霸人優勢 我覺得有些種族是低限的 我是沒有自由的信念 你有什麼方法 當然 用Mill的說法 我一人負主行動 想害其他 這個就是 哈欠信服 是不容許的 所以我忍你 能夠幫我說話的時候 我就用了所有合法方式 打敗你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很簡單 這需要對瑜伽的兩面性 有一種坎道的了解 瑜伽一方面 是一個Combianism Doctrine 用John Rawls的說法 是一個Combianism Doctrine 就是中國說的儀式道三教 裡面的一種選擇 對於傳統中國大使人來說 你的生命可以歸於道 又可以歸於法 亦可以歸於儀教 亦可以歸於後來 亦可以歸於回教 甚至乎歸於基督教 沒有問題 這是你的Combianism Doctrine 現在在這個地方上 雖然他自己做self-contraction 自我見證的時候 覺得你走路 但是他會覺得他會尊重你 這是在宋明理學的時候 那些宋明理學者 一方面覺得你走錯路 還有歸於法 另一方面 有很多和尚朋友 那些大德 那些大德 那些大德和尚 全部在無界限中國 都是什麼 我看到他不是他信仰的object 和我不不同 我看到他是信仰者的 本身 對他自己生命 的authenticity 這是現在最印象的 在明代的慕陽明 講三教學的時候 那些考證分枯 講文念的 做學文寫文章 現在才是瑜伽的異端 那些真正都不夠明白 現在其實是性命之學 直念自己生命 去安頓自己生命 才不是瑜伽的異端 是現在的痛度 包括道和法律 所以這就是現在的 即使你明白 現在的瑜伽的聲音 現在是性命之學 現在是性命之學 但現在中國文化的亂辦 應該不僅僅是一個瑜伽的聲音 它仍然是一個inclusive的 一個文化的精神 一個包容性的文化精神 對現在來說 他當然commit to 他認為是一個價值 是一個objective value 或者是一個universal recognized values 或者是一個universal recognized values 或者是一個universal recognized values 我們現在都可以承認一下 就是人愛 這是現在最認爲的人 人之間應該能夠表現這種人愛 這個人愛價值的manifestation 即是他的表現 他的所謂的justification 可以有不同文化 現在沒有理由這麼構思 每一個人去表達他的思想 都是readable的 historical cultural exceptable 裝置老套英國 現在都承認 譬如你用利益分數 同一個道理 有不同的表現 所以每一個不同的文化 文化都可能對於 所謂的人愛是肯定的 所以golden rule 是一個cross cultural 最大的 所謂的 我們能夠找到的一種價值 就是他所謂的 即是他所謂的 所以現在說沒有問題 不同的文化 可以有不同的表現 所以人愛在一格 是父愛的表現 是添乎的愛的表現 然後在佛教裡面 是慈悲的表現 是沒有問題的 有不同的表現 有不同的 justification 所以瑜伽最後 要肯定的 core 只是瑜伽的認為 在瑜伽作為一種 common good 一種共同的線 這是必須要承認的 然後才能夠建立理想的社會 然後才能夠建立理想的社會 然後才能放肆 不是墮落的 不是只能滿足我們自己的力量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用假借自由的名義 然後放縱自己的所謂的偏見 放縱自己的本能 然後就說我是自由的 這個問題 所以在這個地方上 然後能夠肯定 所謂的 common good 這個所謂的人愛 不同的人 然後肯定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有生命的項目 每一個人都直念自己 所以他眼中見到的道和佛 那些大答 全部都是姓名 都是同道中人的 都是自己由於生信的困頓 去摸索 然後最後摸到自己生信的出路 唐彭先生說 世界的宗教能夠避免衝突 重要的是瑜伽的精神 不看到那個信仰對著的差異 然後不是理性報告 而是疑端和正信之間的差異 而是看到信仰者之間的authenticity 所以你看到大德和尚 你看到星雲 你會覺得這是一個authenticity 一個authenticity的人 站在你面前 他摸索自己生命 如同瑜伽藥 去求自己生命 能夠拿出生命的一個 一個珍惜的人 然後我就會恢復他 欣賞他 然後這個道並行而不服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上面 大家最後歸這兩天 可能是對口的價值 有些共同價值的共同承認 只不過是一個 justification 以至到我們所謂的 就是形成一套的共同承認 來up-hold這個觀念的時候 大家是同樣的 當然在up-hold一些觀念的時候 那一套的共同承認 會跌回更多複雜的觀念 可以自由的等一等 沒有的我們可以學習 有需要的我們可以學習 所以在這個地方上面 我不太覺得 儒家和多元主義 一定會構成一個極大的矛盾 如果你將儒家理解成一套 純粹是John Rawls的共同承認 當然是有問題的 但儒家是中國文化 從來都不反應 所以在儒家作為中國 帝國的意識形態裡面 我們可以見到 儒家 道 法 匯爵 有五教共存的現場 現在都沒有宗教之爭 現在就為一個所謂的 theology 的所謂的大學時代 它的包容性格 現在的所謂的包容性格 是很強的 這是我的所謂多元主義 一個簡單的一個編複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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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總是看著康德 但是呢 所有西方的自由主義 這個所謂的政治學說 當然的學說 都是所謂的康德 但是我都說 不是康德之爭 是康德之爭 好 當然 周浩松可能是專家 我們說這個John Rawls 或者說今天 很多當代的自由主義政治學家 當然它有康德的源頭 當然是因為它叫了autonomy 這些觀念 但是它們並不是真正繼承 康德的政治治爭遺產 這是一個最大 就是康德的政治治爭 或者康德的所謂的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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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完全是康德的 這套政治治爭遺產 所以都沒有繼承康德的政治治爭遺產 我的理解人物 然後呢 對於何忠生對於康德的 一個欣賞 當然是很有趣的 甚至乎我們有些博士生在研究的問題 講來講來都講不到痛癢的地方 於是他對何忠生的 暗字落得太低了 那這個可能是 他好像沒有辦法講 何忠生已經看不到康德的差異了 第一 何忠生的康德 例如說康德是最能夠 和瑜伽的道德 的觀念 所謂的合憲法的時候 第一 何忠生很清楚知道 瑜伽講的時候 並沒有康德這種功效的治學思維 沒有純粹理性規模 沒有實際理性規模 沒有超越的推述 沒有超越的分析 沒有這些事情 現在是沒有的 第二 現在沒有康德的理性和情感 是大家同意 所以最後 那個所謂的道德的則 是理性的規模 情感只是諸熟 那個道德法則 這是大家同意 沒有的 所以康德和瑜伽之間 當然那個康德的道具 如何變成 鑑子呢 即是說 你相信康德最後有些 定言論令 然後定言論令 那三個四個定言論令 最後再通過定言論令 的一個所謂的推現 推現到 particular situation 之後 就像是 就應用這個規模 就變成我們行動的革進 然後我們就知道怎麼做 這叫做Counting ethics 或者是Rue ethics 那更加 現在不是這個 學中山其實也很清楚 當然我相信會討論到這些部分 但是對學中山來說 瑜伽和康德的道德之後的差異 是很清楚的 對一個人的翻譯 三大語言康德是不一樣的 他怎會知道 這是第一個 所以不要教錯這些事情 比如說學中山 看會議 學中山最一人想看得的地方是甚麼 康德是唯一能夠定義道德的時候 道德就是道德自己本身 嚴用任何其他觀念 你定義道德 包括容貌 快樂 利益 道德的嚴肅性 道德當身的自己 是你的責任 道德就是你的moral obligation 自己給你的 你覺得這是moral 這就是截斷中樓 學中山講道德理性的三義 截斷中樓 他是天下的公民 有甚麼教授 雖然義 憑義可以帶來天下的你 帶來 但天下的帶來 不能用你來定義的 義責義 義責義 而是非人之心 非要與香港朋友 非靠予律子父母 非要與護其生田 所以無察之心 非人 無孫母之心 非人 無慈恙之心 非人 無是非之心 非人 這就是你當心給你的一種sense of morality 給你的人是認過人 不人人認過人 你不人的時候 準本現實上你做不到人 你是不人的 但你有修復之心 知道你不做不人是不認過人 所以morality就是morality的本身 這就是他們覺得方法 在西方的整個論地學裡面 是唯獨一個能夠將道德平衡給人 不用其他的概念來認到的人 在這個地方上面 他跟瑜伽的精神相合 在這個地方上 當然 某忠生 你知道某忠生的證據是1969年寫 某忠生亦都沒有注意到方德的政治之外 亦都沒有說方德的政治之外 當他講強頒主政治的時候 他亦都沒有討論方德的政治之外 這是我的一個理解 好 多謝齊先生的回應 抱歉我剛才問得太高問題 但EFO 我同事說 不過我們不要來 總之 我們只要說多一會 現在EFO 真的是釋放氣 釋放氣 我們就再拒絕了 因為我覺得很想給他一個問題 OK 兩位同學先 OK 最好有人問一個問題 OK 鄭先生 我想請問你 對於有志於不夠瑜伽的學生 或者學生有什麼建議 或者你覺得目前對於瑜伽的研究 有什麼不足之處 或者需要發展的地方 那是很快的一個回答 有個資人說過大學時代 就是很恐懼 對於大學時代 就是很恐懼 以前的人說 總之內一定要有存在的 貪圖案 或一些星人 我這麼激活 我沒有的 當時的報考開始的成績是麻煩的 報考的歷史是見面的事件收穫的 報考的字樓是指頭的意思是同志 驚心 第一點意思是陳達先生一對一的意思 第一點是第二次的意思 一進去下四樓 六個老師坐在那面前 坐在那邊反應 坐在中間的就是老師哥 我記得他喜歡話 然後坐在那邊反應 六個人問你 我答應就是要說肥腦 然後說收我這樣 我想是這樣 每一個人在自己 究竟你進來大學之後 你的頭學是需要自己摸索 我自己當然是一個很努力的理由 如果我的家庭是比較盡量的 所以如果我進去大學 我才不喜歡社會做事 不然跟香港不一樣 很多大學生都讀完之後 不喜歡做事 我這個人是訪問的 擺我這麼難的 不如你剃掉它 但我肯定是剃掉它 我肯定是剃掉它 好一點的 所以他就要出去社會做事 我出去社會做事 我曾經做過 我和中國做過市企通 他在一個貨倉裡做貨倉管理員 然後那些貨倉管理員 都在廣州口 我又繼續和我們生活 我對我的媽媽說 我對我的媽媽說 我說有什麼自由的關省 我變成這種責任 我進去大學之後 很珍惜你的機會 我覺得不上去情形 人家有教育 當然這個同志我沒有反覆 讀了一段時間後 更加不動 是一件交戶 你讀了之後就不太用 不如交換給他做 但在同一年後 我成績好 我自己成績好的 我轉去經濟系 我自己和經濟系 我轉去歷史 我轉去歷史 我最重要的一個 所以我轉去另外一些 可以發達 你摸起來 會有甚麼關係 但我實際上 我都不轉 因為我上去之後 你覺得朗兒和反應 讀哲學 而且當時的哲學人 和今天不同 八年代讀哲學時 哲學人在文學院裡 是昂首聽空 所有其他人都聽 我們在讀課的時候 我們在空中旁邊 讓人聽到很可怕 只要說另一些科學 說另一些科學不是說錯課 所以我們當年是這樣 而且還有這麼大的科學 更多人哲學的人一定是耳環 關於時而世易之後 今年的科學 所以我想哲學 所以要自己摸索 我在大陸的時代才覺得認真 不要浪費你一個大陸的機會 認真用大陸所有的知識 充實你自己 至於你最後會否承諾這條瑜伽 這就是機遇問題 然後那個機遇在哪裏呢 關鍵就是中國人說的憂患 就是對你生命有憂患意識 不是憂柴憂美 是憂道 憂戀人 你會感觸自己的生命 你想找一些東西 不夠承托你的生命 你感觸越大 你就會去搜尋 最後可能歸宗的不是瑜伽 可能是歸宗自由主義者 或者歸宗某些歸宗 例如佛教 你最後變成一個 相信你我一套的 人生理論 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 真正地面對自己的努力 對於儒家是否承諾 你就是機遇問題 人不重要 我覺得你不一定過 都變成一個教學者 我的機遇就是遇到老少爺術師 你想想說 這是我承認的 這是機遇問題 從我的社會大陸 撈回所有事情 如果不是我就去社會做事 大家可能會見到電視台 哪一天 那些電影哪一天 我演導演 可能是我 但是我撈回所有事情 我就幫我們大學搞書 最後我的生命有歸 你可以這樣說 我比較認同瑜伽的一些想法 這是機遇問題 不是勉強的問題 但關鍵是你可以做的 就是感觸 感觸大者為大人 感觸小者為小人 這樣 好 好的 我非常有問題 昨天晚上可以繼續廣東話 就是 我是一個社會學的文學學生 然後我剛才在聽您的分享的時候 一直在想 某個 某宗丹先生 我覺得他非常厲害 因為這主要是一個是 剛才有講到 生命的學問 就是說要有一種 在裡面 然後這讓我想到就是 就是為了他的那個 Science Education 他把裡面 這種態度 我覺得也可以 深入一種考慮 第二種呢 就是 但是他們同時又覺得 不要以一個學術來 斷加一些生命 Circle 本質的一些東西 所以在這個程度上 我覺得他們也是同樣的 有一種悲憫悲情在裡面 然後 第三個就是關於理性的那一塊 就是 某宗丹先生 他也覺得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 他是覺得有一種 spiritual的 超越的理性 而不是一種工具理性 那同樣 偉國 他也 他也 他也反對 對於工具理性的 這種現實 以及說比較惋惜 所以 不好意思 我先問 等一下我說問題 你又問了什麼問題 因為你講的聲音比較少 你要有一些問題 具體的問題是什麼 所以你把你具體的問題 看一下 我已經 要你大聲一點 好的 然後 對他說那個 價值無形的詩 我覺得他們非常的相似 但是 他們可能是有不一樣的 就是 能不能請您講一下 從這兩個人 看起來 非常相似的兩個人 現在有一些不同 能不能看到 所謂中國 和西方整個 在這一塊 那我想問 不得 他就說 他從偉白的工具理性 和交易理性的分別 他兩個 不然是 我站前一點 我站前一點 就是 他們兩個在很多 一些 不管是悲情 或者理性 他們兩個是 偉白的 Max Weber 和羅中山 對 他們很多東西都非常的像 那 有沒有他們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從這兩個不一樣的 直接看出來 所謂中國和西方的 整個到後面 就是發展的 我沒有看過 他讀過文化的東西 反正是 我最近寫的一堆文家 是講 唐君帝先生 對現代性的 批判 現代文化的批判 他對現代文化的批判 跟 微本 有非常相像的地方 所以我發了很長時間 去讀完 他所有的 遺跡 和文記 發現他讀過 很早之前 可是他那個 很奇怪的是 在系統裡頭 他有某一些 對現代文化的批判 跟微博 非常相信 可是他現在沒有提 微博 在他的批判當中 所以我相信 他現在會是那種 就是把這樣的系統拿來 自己用以後 不說的 就是他自己的一些 一些思考 真真 跟偉博 對現代文化的一些 擔憂 是很相像的 這是一個 因為某先生在這個地方 也許 我看不到 偉博在 對他思想當中的影響 可是有一個地方 我想是 偉博 跟我自己的一些思考 跟 系統家 以為我們要做一個 深層的對話 我們都知道偉博有一個 很有名的講話 現代文化就是 工具理性的台容 然後價值理性的 一個失落 當然這句話 也不好了解 作為一個本科生 其實我當時 我讀不懂他的想法 因為 價值理性的意思是說 我可以對我的人生 賦予某一種 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 可是並不是價值理性 所有的意思 因為偉博說 每一個人都可以 對他的人生 賦予一種價值 並且 你可以為你的價值 提供一個 justification 比如說 你願意做一個 很勤奮的大學生 你可以說 我的目標就是做一個 系列大學生 那也可以 你說我的目標是 系列大學生 七個萬多 然後應系大學生 好朋友 那就可以了 另外人說 我的系列大學生 找我的人生 另外一半 那也可以 然後你可以 補完一堆的 就是 偉博的講法 在現代生活當中 你可以提供 可是沒有一個 justification 是所有 凡是理性的人 都可以同意 就是他講 價值理性的喪失 並不是說 你不可以有價值 可是你沒辦法通過理性 一加一等各 所有理性的人 都可以同意 可是你選擇一種價值 你可以補完 個人的 justification 可是沒有辦法通過 所有理性的人 都可以同意 所以我們的理性已經沒有辦法 提供一種所謂 大家都可以共同前面的 一種價值的回憶 工具理性是說 當你選擇好一種的價值 以後呢 你的工具理性其實是 抽象的 邏輯思維的理性的一種 現實應用 就是你可以知道 用什麼辦法是最有效的 最可以達到你的價值的 上方來說 如果你用一個最笨的辦法 來追求你的價值 你就是非理性的 這個大家都可以同意了 比如說等一下大家走了以後 你要最快的時間回家 當然有些路線是最快的 你可以用你的理性上去 用最快的東西 是上不回去了 可是如果我要最快回家 這個目的 可是我選擇了 走路回家 這是非理性的 大家都可以同意 這是工具理性的 但是價值理性的 失落 奏情也是價值的主觀主義 大家講的 然後再來是價值的虛無主義 所以對於信誤教來講 信誘教委覺得 我們是可以恢復某一種的 是非理性的虛無主義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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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如果 如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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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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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 你 你 你 他 想 想 是一種 對我的生命的規劃 也只有主義 你 我們要自由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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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可是我們不要一種 先定的 應該是怎樣做的東西 所以全在先以分級了 到了 20世紀度就是這樣講 可是中國人的 這個 债利化的 可能性在哪裡 就是中國從來都不是 是 是 那就是 進行 機性 今天 我們 跑到 價值主觀主義以後 我們不惜 西方也在 現在就 變成 我們 起碼 所以 儘管 這個 西方 解釋以後 有一個 所謂的 困境好像沒有辦法出來 可是我從來 對中國文化不一定 沒有辦法出來 因為中國文化並不 是 top down 的 是 從每一個人自己 開始摸索 人與人之間 公共同肯定的 最後達到 對於 一種 肯定 那是可以的 好 大家給一點掌聲 掌聲 非常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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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很抱歉 我DMO同事要收光 所以很抱歉 今晚不再讓大家繼續討論 如果想下一場 問題是下一場 跟劉寶希去講胡錫彭 我們鄭先生的學生 你都是我的師弟 所以下一場11二份 我們會用另一場胡錫先生 關於胡錫的講座 如果你想了解跟Follow 施藏邦之後的活動 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在Facebook裡面 你打施藏邦這三個字 然後你Follow 施藏邦的群組 加上一個群組 其實以後每一場的講座行之前的錄像 大家都可以看 OK 還有一次多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